見面然後分享 我已經建成的主要講的部分 會分成上半場跟下半場 上半場主要是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四國騙路》這件事情 然後下半場就會講到騙路對我的影響 以及我怎麼樣在基統走路的經驗 那我想要先問一下大家 大家現場的朋友們有聽過《四國騙路》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聽過? 聽過? 第一堂都有講 第一堂都有講嗎? 那有沒有人有去過《四國》旅行的? 日本《四國》旅行的? 有嗎? 沒有 沒有沒關係 那大家今天我們做一個現場的想像中的旅行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樣的一個行程 好 那我們再問一下下 關於下半場 在場是基隆人的可以舉手一下 我太好了 呵呵呵呵 好 因為我後來就是因為騙路的關係 我已經躺在基隆各地到處走路 那大家如果 待會課堂完 未來有一些有趣的路線可以走的話 大家也可以來跟我講一下 可以讓我有功可以去再去一下 好 那既然大家很多人沒有出過《四國騙路》 然後我也可以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我也跟大家一樣就是 欸 我三十 三十歲以前 我是突然沒有聽過騙路是什麼 就是我 我大概有一點點印象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 怎樣的一件事 但是三十歲以後呢 我就突然知道了騙路這件事情 那《四國》騙路這件事情呢 其實在日本已經有一千兩百年的歷史了 是他們當地一個非常著名的喬順古道 那我最開始呢 我的人生第一次知道騙路的時候呢 是在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呢 是一九九九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是上個 等於是世紀末嘛 那時候就是那個企業怪談的時代 就是大家那時候很流行看那個日本鬼片 然後就有很多日本的鬼片幕區在台灣上映這樣子 然後其中有部電影呢 就叫《四國》 就大概看到中間的那一張照片 《四國》的這部電影 然後那部電影的故事呢 就是講說 如果你家有人亡生 然後他假設他亡生的年紀呢 是十五歲好了 然後你想要問他 你希望他能夠復活 然後你就逆時針的方向走《四國》騙路 走十五圈 然後再做一些法師 然後他那個死掉的人就可以復活了 這部電影就是在那樣的傳說的架構下 就是衍生的一個故事 也是日本當地一個有名的小說家寫的小說 然後翻拍成電影 然後我那時候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 只知道有一群人 穿著白色的衣服 然後一直在走路 然後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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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會用一個鈴鐺在想 然後那個故事就真的 那個媽媽要幫女兒大 十六歲還十八歲去世了 然後他就真的走了那個全數之後 然後過發之後 那個死去的人就真的復活了 然後復活之後 他還是從那個水底裡面爬出來 電影就是非常恐怖 那個氣氛是蠻恐怖的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天啊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恐怖的事情 可是我就是 可是我就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知道是1999年 那時候沒有Google這件事情 就你知道這個事情 你也想說 喔可能是傳說 那時候還是大學在文BBS的那個時代 所以知道這件事 在我這部電影就是有了一個印象 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怎樣的一件事 然後後來在2006年的時候呢 我是一個很愛看日劇的人 那在2006年那個時候 日劇好像現在OTT 就是MX隨便都可以看 那時候是在火戰車 跟在基隆的朋友 你該知道火戰車的哪裡 就是跳口那邊有叫火戰車的 那個賣DVD的地方 然後我大概每一季都會去買日劇 然後那時候是年底的時候 就是其實主要日劇都看完了 然後又去逢了一下日劇店 然後想說剛好看到一個封面 就是怎樣 然後封面上面呢就寫了 迷路的大人們 其他全部都是日劇 它只有翻整一個 那個片尾的那個意思而已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迷路的大人們感覺 就好像在形容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是騙大家哪 我就先把它買回去 然後買回去當天呢 我就開始看了這部日劇 然後這部日劇呢 它其實就是介紹 就是江口仰介演的 然後就是介紹 有一群人去走了世國片尾 然後有些人原本認識 有些人原本認識 跟他們在路上相遇之後呢 前前後後走的那一段路 然後它那個日劇只有四集而已 然後一集剛好走了 四國的其中一國這樣 一集一國 然後剛好四集走完 然後那部戲裡面呢 就看到一群人在 在碧海藍天的那種風景下走路啊 就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路上都會有人送你東西吃啊 然後你還可以試看別人生的煩惱啊 然後走到最後一集的時候 每個人就是路上 就裡面的土腳裡面 每個人的煩惱都毫然開到 想說天啊 世界上怎麼有這麼好的事情 就是只要去那邊走路 因為他們其實拍的那種 蠻像就是 我們去走那幾種避海公路啊 的那種感覺 就避海藍天 然後我想說只要走路就好 然後路上人都對你非常友善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已經是2006年了 所以已經有 基本的Google了 實在是可以查的 所以那時候我看完那個日劇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原來世界上有這麼有趣的一條 你只要去走路就好的步道 因為那時候其實長距離步道這樣的概念 其實台灣人其實並不是很遲到 然後四國那時候 在台灣的旅行也非常的不流行 因為那時候大家 比較具體的晚一點要去大阪啊 東京啊 去 或者說你寧願去北海道看去 很少人會想大家去四國那一塊在幹嘛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任何的直飛的那個 航程大概都是會去大阪 然後再反擊到四國的地方去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這麼棒的路怎麼可以只有每個人知道 有這樣一個好的路怎麼可以每個人知道 那我很想去 我很想要找人商量怎麼辦呢 我只好讓我的親朋好友通通看那部日劇 就把那CVT再借給別人 所以你們要看一下 就覺得這很棒啊 我們就不要就是去一下這樣子 然後每個人都沒有說 嗯嗯不錯啊 可是很累耶 就是你沒聽到走路 這樣很累 要走完要幹嘛 就不知道幹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對好 因為他那時候這部日劇裡面還在講說 他們這一群人一共是走了四十天的時間 然後走完這條一千兩百公里的土步 土步大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四十天 假設我一天花一萬日劇 然後可能就要四十萬 這樣呢 台幣要十幾萬這樣子 我想說我有這個錢 去走路 走完不知道幹嘛 到底要幹嘛 我會覺得有這個錢 我總不去歐洲 或者去一個度假海盜 但是大哥 不是更好嗎 然後自己就開始有很多內心 在心中在那邊想說 齁 要去嗎 而且我 呃我的日文也沒有很好 而且 我是一個 大家 其實大家討論手工不知道 怎麼那麼貼心 我是一個非常討厭爬山的人 所以我就在想說 因為他這個 這個 呃戲裡面有點到 就是有那種 比較爬山的路 然後也有一般的路 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如果 沒有很多山的話 我應該還好 應該可以進行這樣 就是我心中大概想了 呃一兩年 就是一直在 做擴散病毒 以及想說 要去嗎 要去嗎 不要去的這個 這個過程 後來我就想說 那後來我去世國看一下 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了 所以我就 呃 我就先去世國製度旅行 然後大概去了 其中極左市 那待會我會再介紹一下 他們的這個 這個特色是什麼 因為他其實在 整個世界當中 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潮順土地道 他跟其他的路線 其實不太一樣 好 然後 後來我就發現說 欸 雖然就是講 講一點溝通 因為我的日文 簡單一點點是可以 就是我的程度 大概就肯定房間 這樣子的日文程度 然後 實際上到世國 發現其實好像也還好 沒有自己想的這麼困難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那應該就是誰要存錢的問題 就是後來就把錢存一存 所以在2090年的時候 我就進行了第一次的 世國騙渡這樣子 那因為 我那時候一直覺得說 這一條路 其實是一個台灣人 或者是中文 或者是講中文的人 他們都可以 你先聽得到嗎 都可以 就是 會喜歡的路線 所以 那時候我第一次去走的時候 其實就把我在路上的一些 感覺寄下來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 就把這個東西陸續整理在美華客展上 後來也有出書 然後也有在臉書組織的粉絲團這樣子 目前在台灣 就是從2090年 做這件事情到現在 是幾年的時間了 然後在台灣現在應該有上千人 有進行過 試過騙渡這個 這個 這個旅行 那有 騙渡這件事情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日本人 對這種旅行方式 還蠻自由看待的 所以你不管是要一次走完 還是你分段走 或者你要騎自行車走 你要騎機車走 或者你想要參加旅行團 他們對這件事情 都是非常的歡迎 就是你有來 你就好 都覺得你很偉大 那我就是會講後面的一個方法 首先先講 還是介紹的第一個概念是 騙渡是一種連連看的朝聖旅行 那後來我再會跟大家講一下 朝聖土木道的一些差別 在騙渡來說 騙渡是一個比較難的 連連看的朝聖旅行 它的意思是說 它的目的地不是只有一個 比如說我們像知道 西班牙的聖養歌朝聖道 那目的地只有一個 還是你走到那個聖養歌的教堂結束 但是騙渡不是 騙渡是 你先要想辦法到四國之後 你要開始完成 第一座四 第二座四 第三座四 第四座四 的一個連連看的方式 好大家可以看 這上面其實在四國騙渡當中 還有八十八座佛寺 八十八座佛寺 然後這八十八座佛寺呢 它其實從第一到最後的八十八的路徑 大概是1200公里 可是立場我們走起來 可能沒到1200公里 就是因為有些走山路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有一些 如果你走車道的話 它的路徑會比較長 就比較會繞路就比較長一點 所以讓我們 大概都均稱為1200公里的一個徒步道 然後它一共有八十八座市 然後分別在四國的四縣 那四國為什麼叫四國 是因為這間土地呢 以前在日本的就是 就是在日本以前 它是屬於四個令智國 然後那四個令智國 跟現在的四縣的那個行政區域 其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就被稱為四國 就是五四國騎的地方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線上面的地圖嗎 但大家可以知道說 它的這個 你看有些點 有些地方的點點很密集 有些地方的點點 發的非常的願意 好 但是你要現在要想像 那個跨那場線的都是你 你就是用走路的把這個線 給它連起來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 一天超有成就感的 我一天可以 一天可以去拜四五座市 或者七八座市 有的時候是大概三四天 才走五座市 所以這個四間距的差別 也是遍路到它會教我們的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 一種一種修行的一種狀態 對 那這一條四國遍路到呢 它實際上是跟公海大師的信仰有關 公海大師大概是唐代中葉的 日本的一位修行者 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前唐使 他曾經 他就是四國當地 就是 他有叫蘭祺烏龍嗎 什麼蘭祺烏 蘭祺這個地方就是 蘭祺就是現在的相傳線 就是在四國的 右上角的那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右上角的地方 是有一個 蘭祺的字裡面 那公海大師就是 蘭祺這個縣的人 然後他從小呢 就是家裡面 他的舊友在當大官 所以從小 家裡也非常有錢 就希望培養他去當官 然後當官之後呢 最好就是以後可以被王成大 可是他小時候就被 就是一個佛根具足的人 就是他經常有留家非常多 所以他從小就是一心降火的故事 然後後來他被傳了一個 就是被當時的一個 刷門傳了一個法 虛封藏羞文旨 就是虛封藏胡薩的一個法門 所以他就決定說 我不要入大學了 那我要去修行 所以他那時候呢 就經常在四國的 那當時的佛教是流行的 跟當地的那種 三月信仰跟太陽信仰結合起來 所以當時流行的佛教的修行方式 就是我要到天涯海角去補修 所以他的四國遍路的那些佛事 大部分都是中海大師去修行的時候 有些是去修行的時候 這個佛事就已經存在了 然後他在那邊修行的時候 就覺得感應非常好 那邊有感應到什麼菩薩在那邊 所以他那邊刻了一個火像 然後在這邊拜 或者是說他到了某個地方修行 我發現這個地方就是也是 也非常多感應 所以他在那邊開了一座師 所以他通常都是跟 通常他是因緣非常深刻的合適 然後一共這八十八座 然後他其中可能很多會在 海邊啊或者是山巷 所以要走的路也就是 很勉強跟山巷的路非常多 然後也會在四區穿梭的路 也非常多 其實簡而言之 四國遍路在很長距離路道來講 他的表現就是非常的綜合性 他有山路的海邊路 然後有那種四區路 前衝間的路都有 就是各種樣子的路 各位 要走匯道也會有 就是各種各樣的路都會遇到 然後他在這個路上面 蠻多山路的 他會保留的 有些是比較早期 甚至有穿梭之外 他是有穿下來的遇到 我們在這條路上其實都有這樣子 好 那進行正常旅行的話 大家有些人可能 預算比較多 他就是可以選擇 選部住民宿旅館 那這條路上 他的好處是 這件事情一定傳流 傳一千兩百年 所以當地人其實非常了解這個文化 然後也會因應遍路者的需求 有各種的住宿環境 所以就會有住宿環境 包括說 你平均每20公里 一定有你花錢就可以住的地方 就是民宿旅館 甚至是漫風飯店 或者是一般的那種 商務旅館 或者是他們那邊叫做三根樹 就是我是發新的人 我家有些空間 就不用用了 所以我就讓他們變回所來住 有這樣的地方 然後他們也可以歡迎大家野樹 就是這條路線是可以 就是我可能預算沒那麼多 或是我非常擅長戶外生活的人 我其實是可以背著帳篷 還是睡在去走這條路的 那這樣整個預算起來 其實會省蠻多錢 在台灣蠻多年輕的大學生 他們會利用暑假其實這樣離開一台人 暑假的時候 會進行遍路的旅行 然後他們大部分都會是用野樹的方式 那他費用上其實是可以省一半以上的錢 那順打跟地打 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順打的方式就是 從一二三四順時針的方向 從德打走到道思 在暗原站起這樣繞一圈 這叫做順打 就順時針的方向 然後也可以假設 逆打也可以 對我從八八八七八六八五八十 就是第一時間方向從相反 然後再走到暗原再走到道思 再走到德打也可以 但是通常在天路道上有傳說 就是如果你逆打的功德 是順打的三倍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會表示說 天路道上其實一路上都有指標 但我會再介紹我們的路上的指標 其中是會順打可能涉及的 很少很少有逆打的指標 有一些人很少有範圍都逆打的指標 所以通常對逆打的人 大概講是有可能 因為天路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大家會一走再走 或是在台灣現在已經走得四遍了 因為大家有點難以想 但是你會走完一次會以後 之後會得了一個 比較多四國病的病 就是因為一直想說 很難去走一下 所以在包括歷史上 他滿多佩服務所 可能已經走到要三百遍 就他的人生可能 某一天開山 就在上面繞圈圈的路 在路上 然後我在路道上 有遇過一個大叔 他現在是 他那個時候正走到 他第五圈的時候 他就是在那邊繞圈圈 然後就問問我說 那你的心情如何 我說你第五圈要問我的心情 那我也想問你的心情如何 就是一個滿多很有趣的故事 所以在這個 對於一個很有經驗的人來說 他其實根本其實 他的路況其實已經很熟了 所以他正的走 逆的走其實都可以 所以他們也會有滿多人 會是用逆時針的方向走 是否騙人 然後還有一個傳說是 假設你在論言逆時針走的話 又會公德再加餐廳 所以只要在論言的時候 用逆時針會非常流行 要在那個時候 逆時針走速度騙路 那現在台灣也有旅行團 在做騙路這件事 大家會知道 在論行年的時候 就會很多人會希望 可以開逆打船 就在逆打的方式 進行速度騙路 那為什麼會有逆打的這件事 公德交流 那我也會再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那騙路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是騙路是四國四個縣 然後德島高知愛人 然後相傳這四個縣 那這個四個縣呢 其實在騙路道上 有它各自的意義 德島呢 它代表的是發行的道場 發行 像德島古靈 就是做阿波 就是大家如果有比較熟熟 或聽過阿波那個文道的話 就是在這個德島縣 非常非常的流行 那它這個地方就發行的道場 實際上我們走起來的地方 也有發行的感覺 因為德島的路況非常的多便 它有三座最難 三座 它就困難的難所 它就是三座的四個在山上 所以你要上去 你要特別去爬山 然後才能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它這邊也有海邊路 也有很多鄉間道路 它的路況的變化還蠻多的 然後第二個縣呢 大家知道它最下方的這個線 非常大 但是它路況非常簡單 就是平海公路走了 所以一直每天在走 因為海公路這個狀況 所以它其實完全不困難 可是它的重點是 你每天都蠻有意料的 因為 我大概有蠻多路段 是你大概要三天或兩天 才能走到一個四的狀況 然後它也是四國四線裡面 最大的一個興奮 所以在每天我們就會提問到什麼 叫做修行 修行不是一點的 是一點都不困難 但是無聊 你要如何去面對這個 每天都在無聊這個狀態 好 第三個線呢 是愛人 它的古名叫做伊語 它的這個線的伊叫做 菩提的道場 菩提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那時候在路上的時候 我在想說菩提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早上我也不是非常了解 佛法這件事 但是我看到一件 對一個普及的解釋 就是說 我們說煩惱及普及 然後那時候就突然有點懂 因為它遠的路況啊 就是把德島跟高知加起來 除了這樣你再步行一次 這邊有山有海 有要爬山的地方 有很多冰島公路 然後也有很多路況變化 也有很多高原 要上高原的路 所以呢 等於是你在德島 遇到了熱烈的心情 在高知覺得好無聊 每天都在走海邊 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 走平坦的公路的感覺 是你早上兩個小時 就覺得非常棒 現在在台灣 我建議你可以走很多 可是大概說到 走到10點的時候 你開始覺得 喔 怎麼那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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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都一樣 都一樣 就是一直都一樣 然後你的身體開始覺得平勞了 然後後來就終於想說 看起來也可以吃飯 因為它的聚落跟聚落之間 其實距離太遠 有時候還蠻遠的 就只要想說 墊了什麼時候會到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 墊了什麼 就沒有蓋到任何一個掌 有帶掌給大家看 就是沒有到任何一個模式 所以想說 喔 我今天在幹嘛 我一直想說 旅館什麼時候會到 就是每天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它真的是一個修行的 那個感覺 然後愛緣會在練習 實在於也蠻多 那種 要走一兩天才會到的地方 然後這裡靠一個縣呢 叫香川縣 它是全日本都道好縣 最小的一個 但是它這裡面呢 卻有最多做的婆式 所以說呢 就是一個精度超級快 就是你看 你在這邊最多 你以前跟你蓋七 七到八個腸 的這個狀況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而且你 你該吃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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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吃 現在這邊其實就有一種 滅喊的狀態 就是已經非常 自在的一個感覺 所以其實在世國 我可以說到 他的 視線的這個 這個 視的分布 他確實也就 可以相應的一個 比如說你可以說 他是一個佛 修行的一個過程 或者也可以說 他是一個主夢的過程 因為其實我有的時候 工作上也是啊 一開始要開一個案子 一開始就會很 就是一直在想 欸對我可以做這個 我可以做那個 就開始很開心 然後之後我開始要準備 資料 那些例行動 就開始很非常的無聊 再來被老闆念 改那個 就是在一個 一個 一個 壺梯的一個狀態 最後說 OK 開始做了 老闆你也盼了 對 那其實就像是一個 人生的一個 四階段的一個狀況 所以也是 但我自己也是 後來 真的去走了 走我們這個路況之後 再去對照這個 視線的比例 的時候才知道 哦 原來真的是可以這樣 互相相應的 這也可能是大家 後來玩去過的人 都會覺得 哦 非常有趣 有一個資產的題目 在一個頻道 非常有趣的地方 好 剛簡單講一下 呃 就是片路道的一個 呃 大概的樣子 那歷史 關於片路道如何 被定義下來的 因為他就跟 漫堂的歷史 有關係 所以我就簡單講一下 好了 就知道沒有講到說 嗯 後來大師 他一直在四國各地修行嘛 所以後來 後來 他到了中國去之後呢 他就跟著 呃 會國大師 在西安的青龍寺 求了日本的祕法 把 呃 唐密 帶到日本去 開創中密 然後就是 真言中的 呃 佛教的這個指派 然後呢 然後來就會有 很多的 很多的 呃 信徒跟學 的學生弟子這樣子 那 他的弟子們都會想要 追隨大師 之前 修行的路線 因此 有了這樣的一條路 那西安東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傳說 叫做衛門三郎 衛門三郎 衛門三郎這個人 他是在 後來他是同一個時代 在 在 就是 呃 愛人縣的一個地主 然後那時候 就是後來他是原本 是去跟他畫圓的 然後那個地主啊 就是這個 這個衛門三郎 就 看不上他 他在當時有點就是 有點 就會是仗屍其人的人 就把衛門大師的波 就是打碎 然後把他趕走這樣子 後來他 就這個衛門三郎 就一連串的不幸 他的八個子女 都陸續去世了 所以他就 衛門三郎想要 忏悔自己 人生做的惡 所以想說他應該要去 跟當時的這個 呃 跟他畫圓的大師 說對不起這樣子 因此呢 他畫圓的四國 二十圈順時針 要去找這個空海大師 然後都沒有找到 然後呢 那不然我去走二十圈 不然我逆時針走走看好了 不然我回子會找到 結果果然 就想說 果然在他 逆時針走片路的時候呢 他遇到空海大師 然後剛好呢 就是論年的內心 好 因此呢 在順年走 逆時針走片路的功德 就會再加三倍 所以都會有 這是一個片方的一個傳說 對 然後大概是一個歷史的狀態 那這邊也簡單講一下 因為你要真的要想想看 一條路它可以被搞存一千兩百元 其實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對 那一開始呢 平安吉他家就跨海大師 之後呢 他有各地的一些信徒 然後呢 後來再高一點山 就是在何德山縣 開了一個道場 那他的很多信徒呢 會到四國歌地坊去休息 然後 一開始四國歌地坊 它其實是一條修行的路 所以只有修行的人 不去走這一條路 一般人其實不太會走這條路 但是到了江戶時代 大概十七世紀的時候呢 有一個人就跟正面 他 開始想說 欸 我想要退廣大師的信仰 我希望這個信仰 不要只是修行的那一種 我想要讓更多人知道這一條路 所以呢 他就做了 第一本的 遍路道的指南 觀光指南 那這本書呢 其實它現在大家還是可以 因為有日文啦 是可以看得到這樣的俗信 對照現在的報道 還是幾乎是一樣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了這個書 之後呢 欸就是一般人 就是一般庶民 也可以想說 欸有這個地方可以去 我還是可以朝聖 那我當然很想去走走看啊 而且以前的日本 如果從不同的縣份 就是要跨到不同的令治國 其實是有身份的限制的 不見得可以隨便的身份去 隨便的去到別的縣份 可是我今天講 實施朝聖的目的的話 我是可以拿一個特別的 等於是特別簽證吧 這樣子的目的到別的縣去 所以當時在江湖之代 有了這個觀光 有了這個 天入到了水南之後呢 漸漸的開始 有一般的樹林 會到次國去進行朝聖的旅行 然後當時呢 蠻多的流行文化 比如說大家有看過 洛宇啊 或是其他的那種 虛擬霧線 在日本的江湖時代的時候 是非常的流行的 大家如果看到 早一點的一些時代 如果看到有人戴著帽子 穿著白衣的這種人 他們通常都是 少盛行者的一個打扮 就是從這個脈絡下來的 在明治年間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比較黑暗的時期 因為那個時候 日本有生活分禮定 所以佛教也被打壓 很多佛寺都被燒 都被燒 都會被燒 或者是有些其他的 被破壞的狀況 但是後來又漸進的復興起來了 那我剛剛講到的四道場說 就是各自什麼道場 只是在二戰之後 王天爐有做了重新的定義 然後在1953年的時候 也開始 日本當地有游覽車片爐 所以這個片爐的文化 其實是透過了有提升 然後有中間摔樓 然後慢慢的被保存下來 那現在 我待會也會講一下 我們再去看四國片爐 在片爐道上觀察到 他們各自在不同的角色上 有什麼樣的表情 好 那我們現在 就要準備上路了 你待會裏帶一些片爐道上的 一些道路 一些裝備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片爐道的路況呢 真的就是什麼樣的路況都有 因為之前其實有很多朋友 問問 欸那我很多想要去走片爐 我們要怎麼準備自己的身體的體力 這樣子 那因為片爐道實際上 它真的路況就是 怎樣的路況都有 是一般的路啊 然後 比例最多的就是冰台公道 因為它的路線真的很長 然後還有就是一般的相間道路 然後也會有 真的是走在我剛才講 天根中央的路 然後也會有到大城市 比如說我們到 道貨溫泉 日本有很多好民族 就是在冰島上 那些很熱門的溫泉街啊 什麼東西也會在冰島上都有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體驗 日本文化怎樣的 各方各面都會經過的路 然後這邊 右下角有一張 四國的臨場的那個高度圖 它們最高的山頂大概也長900公尺而已 所以它其實它最高的山頂也是最高的佛寺海拔 應該佛寺海拔大概也長900公尺而已 所以其實連我這麼 我還好像人都可以的 所以我相信一般人 其實體力上都是OK的 然後比較困難的是 第十二番的燒山市 但是它也在800多公尺而已 它其實它的難度是 上山下山上山下山 中間沒有修行的地方 它只有敢在這個地方 其他的路牌 對大家來講 我覺得應該都還OK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 騙伍是一種跟佛菩薩交換名片的朝聖女性 這件事真的 我自己也覺得 我也是去了之後 我在進行了交換的動作之後 才知道 喔原來是這樣子還蠻有趣的一個事情 也是在騙伍道上還蠻獨特的一種文化方式 好 那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去四國騙伍 它其實就是朝聖 它也跟我88座佛寺 那去的佛寺要幹嘛 因為眾多人沒事做就出來 所以其實在日本的真言中 它其實有一套這個佛寺的那個參拜流程 那因為 欸我剛剛聽說 這個字有點小 所以 呃我的那個泡河波寺到時候 可以請出交代學給大家 裡面比較有多的文字 大家也可以不用洗草這樣子 那 我們到日本佛寺的時候呢 在騙伍道上 一進到三門前 就是先在深門前鋸一個宮 然後進去之後呢 大家其實本該去那種博士神社都一樣 會有洗手的地方 所以一進去之後 替外空之道就是先去洗手 左手 右手 然後漱口 然後結束之後呢 然後呢 就會去敲鐘 那四國騙伍的很多的鐘樓 是可以讓大家敲鐘 那有些是鐘樓 它蓋在比較高的地方上去 或是它那邊在維修就不行 好 那對大家特別講 就是在日本的博士敲鐘的話 一定要拜拜前敲 拜拜後絕對不能敲鐘 那會很平均地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連結就是 就是到三門前先打個招呼 進去之後先洗完手 敲鐘就像是先軍跟佛寺 摳摳摳禮告說 我鬼巴巴去參拜 所以沒有人是拜完之後 我再去跟人家按電鈴 沒有那種事嗎 你覺得很奇怪 我已經拜我這樣跟人家按電鈴 真的有點無名的感覺 那所以就是說 敲鐘 然後敲鐘之後呢 就會到佛寺的本堂跟大師堂參拜 那世佛片祖的它最特別的 因為它的巴士當作佛寺 一定會有個一座堂叫做大師堂 大師堂就是供奉寬寬寬大師堂的 像我們去很多佛寺 像我們有時候比如說 我是巴士加文靈佛的 我是拜萬一菩薩的 它可能就是拜那個佛而已 就是那一座佛堂而已 可是在佛寺的佛寺裡面 它除了那一座主要的 它叫做本堂之外 它一定還會有一個多大師堂 那到本堂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做的就是 顏納族點香 然後喉納寨 然後篩淺送金 顏納族點香 就當作說我們到了家之後 就去開燈送禮物 然後開始要偷名片進去 好那我現在要拿一下 那你講這個東西 待會給大家傳閱一下 在片陸道上呢 大家到時候如果有機會 一定會會來有機會到 是我們臨場的時候 就會在一路上 會看到有在賣這個 白色的小竹片 然後這個東西叫做那扎 那扎是做什麼用的呢 它其實在禮佛的時候 它是去告知佛菩薩說 我來參觀 在這個上面會寫自己的名字 然後參拜的時間 然後你是從哪裡來 會寫到這樣子 大家到尾傳閱的時候 可以看得到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是在那邊參拜的時候 我們就是點完那個點香 然後把那個那扎 匯頭到那個那扎香裡面去 然後還有詩會曬遷 然後送金 送金的話主要 它會有一個念證的流程 但是重點的金是念信金 所以很多很多台灣的朋友 就是假設它是真言中的信譽 我們會全部心裡奴隸 把那個那一套金本都念完 那蠻多是 台灣蠻多朋友是 就是佛教 他們不是真言中 但是還是佛教 他們會去那邊念個信證金 那台灣也蠻多那種 然後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 和我們信仰者 他們去慘拜 他們可能就不會演證 但是也不要管起來 不會說你一定要念金 你會有任何優勝 就是看待在自己 然後之後呢 在本堂念經念完之後 再到大師堂之後 再全部再操作一次 就是一樣是 就是點拉圖 點現象 然後頭納砸 這樣子 然後再跟大師報告說 你大概會這樣子 的一個過程 那之後呢 就會到他們那邊 會有點問納金索的地方 去用注意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他們會 會給你這個 叫做浴飲的東西 那我再去給大家看 這個東西就是比如說 這座市的 如果這座市的本尊 如果是釋迦牟尼佛 這就會是釋迦牟尼佛像 如果是釋迦牟尼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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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從洛納砸 你給我浴飲 是一個交換影片的過程 那浴飲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那個浴飲 就是小張小張的 然後你等於走完八十八索之後 你就可以收集八十八張 然後他們在一些特別的年份 就比如說 在這些特別的年份的時候 他們就會出了特別版的浴飲 所以有些人就會想說 我要是 比如說它是1200年紀念年 或是今年是 出生1250年的時候 各種名牟 就會出現各種的浴飲 然後他們大家都會有很多 有些天路症 他們說 我要去收集這個版本 所以又會再去走一圈 所以會有些 有個時間點 會有些特別版的這些東西 好 那這個時候的 一來一往的交換 就會是一個跟我在 就是交換的過程 那 嗯 我今天有帶這個 珠印本 其實呢 這一本呢 是我 營業用 因為我實際上 我在2019年的時候呢 我有一本是完整集滿的一本 但是那一本呢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珍貴 所以呢 後來我出門也講 因為我後來2014年 我再去 有再去一次 但是我從沒有走完全部 因為那時候是出書之前 我再去做了一次 呃 就是找資料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一個 去了大概30幾所 所以這一本就是我營業用途的 就是 我待會可以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珠印的 感覺 就是你去完 你到每個 每座寺參拜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 讓你用珠印 大家可以看 比如說是像這樣子的樣子 就是到哪個地方去 每座寺的 所有人都會有一個 就是納金鎖 或者去納金 然後納金的過程 就會是用三個印 然後中間會這邊 會是寫書房子 這邊其實主要是寫這個 本尊的聖號 的名字 還有市民 對 他的這樣的過程 然後 在特別的紀念年的時候呢 他會有紀念章 對 所以 一般來講 就是只有這個 這個紅色的三個 但是在特別的年份的時候 會有紀念章 所以有些人也會為了 特別的年份再去蓋 所以就是四國人會在做這些 行銷操作 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 這個可以讓大家 傳閱一下 那如果說你今天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過很多人 會是一去再去三去四去 所以 都會用同一本 但是呢 他就會是 不再寫 如果你是第二次去的話 他就不會再寫數把字 而是蓋三個章 然後蓋三個章之後呢 所以你會發現 有時候我們那個 我們要去用那個 納針的時候 有些人的那個板子一打開 是滿滿的 全部都是紅色的 因為他已經去了很多 三個章已經蓋到 就是看不出來的 這個狀況都有 所以這是一個 片路道非常有趣的 一個模特化 好 我們剛剛講到 納雜 這個白色的納雜 就是跟 佛菩薩交換名片有的 那他其實不只是跟佛菩薩交換名片 他還是可以跟 你在四國片路道上的所有人 交換名片 那不知道為什麼呢 比如說 我是騙路者 你也是騙路者 那我們在路上遇到 我們其實不用 用真實社會的名片 我通常都是交換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或者是說 你在路上 我們後面的 待會兒會講到接待這件事 你得到當地人的接待 你也不用拿 你的真實名片拿出來 感謝他 不用 你就是拿這個給他 他們四國當地人 非常喜歡收集這件事情 設這個東西 好 然後 每次呢 我們那時候在跟 嗯 不同的騙路者 交換大長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怎麼有些顏色跟我不一樣 你看 這是我們那時候在路上環繞的那張 然後就會有不同的顏色 我一開始還不是很了解這件事 但是後來是騙路回來的時候 在路上開始發現 有沒有顏色不一樣的時候 才會知道說 哦 原來 這有不同的含義 那這代表了你去的騙路次數不一樣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欸 但你換得到這個 表示這個人就是 哦 前輩 但是 如果你走第一次到四次的人 我們都是使用白色的 白色的那張 那如果你走到五六次的話 就會是用 綠色的 這個是我們在路上 有人 一拿出來 就 就 原來是前輩 然後 然後後來 嗯 西到二十四次的就會用到 紅色的那張 這也是我們在路上 換到的 然後 二十五次以上 銀色 五十次以上 金色 一百次以上呢 就會用到彩色的那張 通常用到彩色的那張 他們都會是自己訂做 因為我們已經是騙路 你看一百次 他就算開車也都是要幾百萬的錢 才會做到這件事情 他就會有彩色的那張 他們都一直把騙路當作他人生的 一個 引以為傲的事情 所以他們很多那種訂做 他們後面會自己去寫 他的騙路地層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或者他想要跟你分享 你智慧話語之類的 然後在四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 路上有時候就會突然 有一個騎腳踏車的大叔 就騎過你身邊 然後就說 就走 停下車 跟你 給你一張納炸 因為我們看到 很高興 而且他們的納炸的那個身份 通常很高級 因為我們已經走過很多次 因為我們很多在地 四國當地的人 他們也還蠻喜歡自己去 進行這種騙路旅行的 所以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理念 那大家就想說 一千兩百公里 要怎麼走呢 那其實 我那時候覺得 也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一開始 因為我那時候都是看了日記 我才知道是要去走騙路的嘛 然後什麼事情也不是很懂 就想說 因為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中文的資料可以看 然後也沒有 就是 那時候只有一個 台灣的朋友 他走了一半 然後在 他在文言 他在網路上寫的 他一半的那個心情 他走一半的那個心情 可是 具體而言的細節是什麼 其實老師說 我那時候其實完全沒有資料給看 所以很多事情 我都是懵懵懂懂懂的 硬要去走 但是呢 很奇妙的事情 其實我一到四國之後呢 我就完全有一種 我一到四國之後呢 我一到四國之後呢 我完全有一種被接納的感覺 我完全有一種被接納的感覺 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一路上的目標 他一直在告訴我說 欸你要往這走 你要往這走 你要往這走 一直要往下面往那走 你幾乎在一上路之後呢 就會開始覺得說 有一個賽在指引你 而且這個賽呢 它有各種形式 但是對騙讀者來講 欸 我就是知道那是要給我看的 因為他通常的樣子 可能就會是 那你可以看出旁邊的這個地方 它有些是 紅色的箭頭 然後有些是 紅色的小人 紅色小人的符號 或者他上面直接寫騙讀道 或者他直接寫說 同型惡人 同型惡人 不是說我跟朋友一起去 不是這個意思 同型惡人指的是 昆海大師 會陪著騙讀者一起中 所以這非常的浪漫 那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 大家喜歡 當地的人 不管接待騙讀者 他們喜歡收到蠟掌的原諾 是因為他們覺得 接待騙讀者 就像是 接待了共犯大師 昆海大師 昆海大師在日本人 的專業中的信仰師 他其實沒有去 他沒有離開人間 他目前仍然活在高野山 他每天還是 他每天 就是像高野山至今 每天要去為他送兩次飯 早上又點跟十點半的時間 所以他 昆海大師在日本人 他經常會到十國 去陪著騙讀者行走 所以在當地 其實是一個非常 深刻的一種文化信仰 所以也因此 大家會覺得說 昆海大師 他會跟著騙讀者的身邊 所以你接待騙讀者 就是接待昆海大師的意思 所以拿到蠟掌的時候 就等於是 昆海大師會把祝福回向給你 這樣的一個信念 好 那 在這個騙讀道上 他都會有各種這樣的主要 基本上我們通常就是說 你太久沒有看到路標的時候 你要擔心你 是不是迷路 所以如果你通常就一直看到 你是一直有種被接受的感覺 所以走在那個路上 一開始就 沒有什麼困難的 就一直往前走 你就是一直看到路標 而且當地人也會跟我們說 如果你們以後就是發現 太久沒看到路標了 所以就記得問一下路 但是如果問路的話 盡量多問長輩 因為很多年輕人 他們其實不太懂 配奏這件事情 所以你問他一個詩 他們想問 那詩在哪裡 我不知道他詩在哪裡 我覺得詩還蠻正常 就比如說我們今天在基隆 你隨便問你一個 什麼詩在哪裡 可能很多人假如算這個地方在哪裡 幾乎那個詩可能有 你也不知道怎麼走 可是長輩他們通常比較了解 當地的一個文化信仰 所以他們通常知道 喔你是在進行騙路 那我知道我們要告訴我們 這附近要怎麼走 更快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路上 學識到的一種 宣傳技能 好 那另外我要來介紹的是 這個黃本地圖 這個是對騙路的圖目者來說 今天儘管GPS這樣方便 可是呢 我們還是會很非常建議 就是騙路的人 可以買一本這本地圖 這本地圖其實就是 這本地圖 怎麼都沒有它的地圖而已 可是它的這個地圖的好處呢 它的這個地圖的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讓大家的固況被限縮在這條路上 因為GPS你沒有去過的地方 它其實是完全發散的狀態 可是如果你看這本地圖 它這本地圖 它就直接告訴你說 你竟然有這段路 哪裡有超市 像日本的便利商店是都有洗手間的 所以你哪邊有洗手間 哪邊有便利商店 哪邊有旅館 哪邊有餐廳 它全部都幫你畫好 就是為了騙路者而用的 所以這個 這個 待會有人傳給大家看 這個 算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然後這個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 做這個地圖的人 這個地圖的人 它其實做這個地圖的人 叫做攻擊劍術 然後它原本是愛原依語 那個地方的一個警察 然後在他40歲的時候 他生了一場重病 然後重病之後呢 他對身體復原的時候 他就想說 我是一個世國人 可是我怎麼會沒有去走多騙路 所以他就想說 那我們來去走私騙路好 但是他去騙路之後 發現說 路上的指標狀況非常的不好 然後經常在路上要問路 然後找不到路的方向 所以他就開始想說 那我們怎麼可以自己做點什麼事情 然後他是在 大概是1989年的時候 他開始就是在四國各地 就是去研究那個遍避道的路況 包括古道跟一般的路況 然後他開始召集各地的 就是四國各地的通號 我們要不要一起來做這件事 所以他就開始在1989年做了第一版的 我們都會稱號一封門地圖 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路況的整理 然後這個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協會後來分立了一個 配路道的協力櫃 就是從1989年一直到現在 然後這本地圖 這本是比較早的版本 現在已經到了第13版了 他們就是每過一段時間 他們就會更新這地圖 然後後來有網站的時代 他們也會有網站做Face的更新 然後每過一段時間 他們就會更新這個地圖 然後他們除了做這個地圖之外 他們也會做路上道標的秀服 這個協會後來會做很多山道的道標的秀服 那這位宮崎爺爺 他被稱為是平成的真念 因為以前我剛剛講過真念 是他最早在江戶時代的時候 就是做旅遊家的那個人 那這位宮崎爺爺 他就被稱為平成時代的真念 那他後來是在76歲的時候 因為在他住的地方的山區 在自己做那個騙物道的考察的時候 不幸就是炊死在山上而往生這樣子 那等於是他後半生的職業 都在奉獻在這個騙物道上 然後他的 以致情就是有這個協定會繼續繼承 所以他這個協定會繼續 至今 儘管現在網路的經驗已經很發稻 他們還是繼續在更新這個地圖的部分 讓大家可以繼續的了解這件事情 那我今天講到接答 就是我們在騙物道上 因為我一開始看日劇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欸為什麼在日劇上裡面的人都好好 就是路上走一走 就會有人丟香蕉給他吃啊 或者是說讓他們到旁邊去烤魚之類的 但實際在騙物四國裡面 他們其實當地呢 就會是蠻多人會去接待騙物者 那個形勢真的非常的多元 包括說他們會在比如說 市的某個地方 比如說一個婦人會 就是一個婦女組織 他們就會互相交集 或者是老人會 他們會互相召集 然後就開始準備 各種各樣的物資給騙物者 有的時候可能是 煮一大多午餐啊 然後你只要任何朋友的經過 就會發東西給你 或者是準備水果啊 就是你只要經過他就給你 或者是 欸我這邊看到第一張照片是 就是我那時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接待 是我那時候找第七班的時候 我在市裡面一斷回頭 就看到一堆老爺爺奶奶就是坐在後面 然後看到我就說 欸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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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就把我刮走 他說欸餅乾給你吃 然後他給你擺了什麼餅乾啊 香煮啊各種東西 他就一直往我手上塞 他就一直說 接待的意思 然後從那天開始之後 我就一直不 一直遇到各種接待 然後接待的形式 有很多 你發現當地有一些人 他們會蓋房子 蓋一個小小的房子 讓騙奴者休息 像這個 現在的這個房子 就是他們騙奴的下屋的計畫 這個小房子裡面還有冷氣 還有泡麵 還有冰箱裡面有水果 跟各種飲料 然後還有糖果咖啡 你當裡面就是可以 你就是可以甚至也 晚上睡在裡面都可以 的一個接待的方式 或者是說 我們有在路上 遇到 有一個開大卡車的司機 他看到我們就停下車之後 他就拿出他精心準備 他精心準備 如果他車的話 有多少包裝 他已經準備好了 你包裡面有餅乾 糖果就給你一個 點心事 給你 可是因為他奇妙的是 他真的是一個 開卡車的殺手 不是一個鐵漢樓傾的感覺 他就衝動衝下來 你是不能把這個禮品包給你 就是我們經常 會是在路上 就是有遇到 當地人 甚至不是在車上 買了很多水 他就會直接給你 或者是說 我們去吃飯的時候 就會有人說 我這餐我請你吃 這樣子 就我們的單就被剪掉 住一次 甚至是 看到我們說 你們走遍多好辛苦 那我的 他就開始偷口到裡面 掏零錢來 放在你手上說 你們加油 這樣子 就是各種各樣的形式都有 還有就是 被看起來很像 騙到大叔的 接待那個提升飲料 買桌之類的那種東西 就是那路上有很多 有趣的接待狀 或是有人把你拉到 然後販賣機床說 欸 學一個 學一個 就是讓你喝 這樣子的各種 所以在那路當中 非常有趣 然後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 是我覺得 他們當地的那種 言語的接待 就是 我們在路上啊 就是 他們很習慣 跟騙路者打招呼 就是 試過當地人 所以看到你的時候 他會被你講 放棄幾碗 然後我們就覺得 我只是去走路 你們幹嘛對我這麼親切 就是但是 真的會是這樣 然後有趣的事情 是假設我們今天是 因為我們中央都還蠻早出門的 所以有時候會經過 一面來 一群小學生 說我小學生 有跟你講高年輕嗎 然後突然覺得 欸 我好像明星啦 可是大家都 比較有地方的對待 所以也是說 他們當地 對於這樣的相處教育 其實是 有在推動的見識的 所以他們會知道說 你真的 你在這邊 你的這個裝扮在做什麼 靠 那我們就講到 然後在馬 就是體驗體質的文化的一種 朝聖旅行 那大家可能會關注 欸 那我們走在編戶道的時候 上次都要吃什麼 因為每天其實 你都會在走路嘛 食衣住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編戶道的原則就是 有什麼吃什麼 你要挑嗎 對 那通常如果我們是住民宿旅館的話 他會有一博二十的 那其實他們的一博二十也不算太貴 因為就是大概 我之前去的話 因為現在 屋價什麼 怎麼會貴一點 我之前去的話大概是 一博二十大概是七千 四千五日比左右 那它其實包含兩餐 然後每一餐都是生意片 就是天賦羅吧 就是一般我們想要去日本 會吃到的料理其實都有 那種地方可能會有 那種肉汁還是西米啊 或者是小谷小谷之類的 就是各種 主要的一般的 平原的話 海邊大概都會是生意片之類的料理這樣子 然後在 我們通常就會是非常善用地圖 然後去做每天的一個 就是每天要的準備 每天物質的準備 因為假設有時候 我們要進到三年的時候 我們在那一點 可能就會準備多一點食物 那如果我們在市區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看到它的食物 有這樣的四個東西就可以了 好 那天物質的一 好我現在也來特別的 我再依褲來看 那大家先看到這個照片裡面的 第一個人跟第二個人 他們拿的那個帳是不太一樣的 第一個拿的是紅色的帳 然後第二個人 後面的人都是拿的這個木帳 那紅色的帳呢 這個叫做仙達帳 仙達帳表示這個人他是仙達 仙達的意思是先後的先 然後達到的 仙達通常是要走了四次以上的人 他們可以去申請仙達證 他們是等於說 你是一個騙路經驗者 你之後你有了仙達證之後 你是可以帶日本的一個騙路的旅行團 所以他拿的那個帳都不一樣 那一般人呢 我們是拿紅蓮的那個木帳 這個木帳呢 叫做金剛帳 金剛帳呢 他在目道的意義 他是代表公喊大師 等於說你持著金剛帳 先行騙路的話 就是你跟著騙路 最快兩次會跟著你一起走 所以他在這個騙路當上 其實算是蠻神聖的 最多你拿著金剛帳的話 就是去上洗手間的話 就不要拿進去 這樣子 好 那 譬如的基本裝備呢 通常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騙路整個穿白色的衣服 那我什麼戴 通常我戴的這件是沒有袖子的 那也會有袖子的 那我這件沒有袖子的 是那個我在034第一班的時候 他們直接戴的 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穿了一個點吧 他們會有寫的東西 然後就是 然後一般後來我第二次去的時候 我私裡有買了一件 是有袖子的白衣 那這個白衣呢 他在日本的文化藝研究是獸靈 在古時候的騙路 在 在古時候的巡迷者來講 他們其實想要去做 進行這樣的一趟朝聖旅行 他們是要抱著說 我今天就會在路上不幸遇難的話 我們也不給別人天保 我們可以就地 可是就地就是掩埋這樣子 那所以呢 騙路者他持有的東西 他其實是有一個相應的意涵的 白衣就是代表的是獸衣的意思 那如果他們帶給這個尖地 他在假設有無心遇難的話 他在代表的是你的關部 就把他也蓋起來 然後你持的那個金剛杖 就代表是你的不肥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文化的概念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在一些 騙路道裡面的山道裡面 山上的木道裡面 還可以看到蠻多騙路 其實就是 可能是古代的 某些騙路者 他在某些騙路上遇到 或者是生病 之類的 他們就特別當地 就地幫他寫住 寫住就是安藏他 所以他這裡有一個 這樣特別的意涵 那 我在騙路的時候呢 因為他們其實也會想要 一直把這個東西 推廣到年輕人家 因為一定要 這個東西需要傳承 因為不然大家都 都不來走 這件事情文化就會斷變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的 一些很 比如一些登山雜誌啊 給年輕人看的一些東西 然後就會說 喔你可以 你可以 穿你自己習慣的那些 登山的裝備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讓你看起來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 年輕人會覺得這個 有點有點鬆 或者是老妻或不喜歡 覺得要不好看 這樣 那他們會說 你們可以 就是有自己的裝扮 你們可以自己 穿上的衣服 就是適合的一些機能服務 來 可是最好 就是你至少 百衣 或者是金鋼杖 或者是健力 你至少有一個 東西 讓人家就是戴在身上 讓人家知道 你是遍路者 那這樣的話 你在路上 你需要幫助的時候 或者是說 你怕人家 你怕當地人當地人 怕你啊 你就一樣的嘛 所以 那你就是 讓大家知道 你這片路者 然後你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其實很容易取得信任 不然大家也忘記是誰 你就是突然走到一個地方去那 大家也忘記奧地 然後去協助 好 那四股的冬天 是會下雪的 然後 夏天 跟秋天其實在台灣一樣 是會有台風的 那通常 片路最好的季節就是 三月到四月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就會看到 我看到櫻花看到 我表情緊如上櫻了 但是我覺得你每天走到櫻花的樂園 當中非常的漂亮 那因為我 實際走完片路兩次 我都是在春天的時候去的 所以就是覺得 哇實際是看櫻花 看到非常漂亮的花 那片路者的住宿這邊 當然先簡單講一下 大概就是 野樹跟收費住宿的方式 來分別 那野樹的人 他通常在那個路上呢 有蠻多的片路小屋 或涼亭 其實他那都是當地人發行 建立的這些小屋 然後這些小屋 可能就是有一些 就是 比如說三分之 對不對 就是四分之三是有牆的 然後有一面也沒有牆之類 或者他就是一般的涼亭 或者是把他們家沒有這種空間捐出來的 然後他們就上面路上都直接掛出 然後騙著可以休息之類的 這樣子 然後大部分的這種 住宿會是免費的 那有一些像根素 他是有清潔費嘛 他就還是需要清潔 所以他有一天也會有一些收一點費用 然後他可以用野樹的方式 然後這些資料 在你走到第一番的時候 你可以去跟他們 拿最新的野樹情報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這樣的 整理好的資料 讓他這樣用 然後也會有時候可以住宿 我剛剛講過 就是20公里內 一定會有給你花錢 你就可以好好洗澡睡覺的地方 那因為 我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吃不了苦的人 所以 我每次都是沉夠錢 然後 可以住民宿旅館 然後 體驗不同的文化 那我第二次去的時候呢 還 努力存多一點心 想說 你感覺很漂亮 想住住看 然後他們去訂一下這樣子 然後可以體驗一下不同的文化 那在篇圖上呢 其實 其實有的時候 像我們有的時候 會跟像西班牙圖 Kamino的朋友們去交流 原話說 像Kamino他們那邊的一個 性的概念是希望大家都使用走路 或騎馬之類的方式去進行這個朝聖旅行 但是在智果這邊呢 他對於騙路進行方式呢 他其實是非常開放 他反正你要去走 他就會覺得很好 因為我那時候我們 我每次去的時候 可能在路上會被這個人拉散 他們就說 你這次要走到哪裡 他們的概念是 你這次要走到哪裡 而不是 你這次要走完 就是他們不覺得走完這件事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他們在那邊蠻多的 日本人他們就是 趁休息的時候去 或者是蠻多人是虛切 就是一次只走一段 一次只走一段 所以他們這次 他們很常的概念是 你這次要走到第幾番次 而不是 你這次要走完 所以我每次講說 我這次要走完全部的時候 他們就說 蛤 你好味道 怎麼會 我說 我們就持續走路 都把哪裡味道而已 所以他們來放棄 對這個騙路的 這個 要走到多少 他們其實還沒有開放 今天假設你是 就是 徒步加 你有一點坐車 這樣也是OK的 但是 很多人會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去 我們會不要坐車 就坐大眾運輸進行騙路 我會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不太實際 不太實際的原因是 四國它畢竟 真的就是一個向下的地方 所以他們的公車 有些公車路 非常的少 然後有的時候 你為了走到那個公車 你從這個市 為了走到那個公車站 肯定要走三公里 可是你到下一個市 也才五公里 那你到底要走路去 還是坐車呢 所以其實 有的時候實際算起來 你不見得是坐車 不見得的施方便的 那這個時候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想要搭車的話 就是在一些長距離的時候 你可以搭車 因為它有一些四個是 大概有七十幾公里 八十公里的這個距離 所以這個時候 或者是說 二三十公里的這個距離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搭車的方式進行 那有蠻多台灣的朋友 他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你要怎麼樣 要路過的時間 因為走一圈大概要十幾天 如果全部都走的話 那可能只有二十天 或者是三十天的時間 那想要一次就完成的話 那可能可以用一個 一個方式進行 那在台灣目前 有人用自行車騙路過 也有人用機車騙路過 也有人用自駕 就是在日本竹車騙路過 然後目前也有 台灣也有平凡 在過騙路的這個運行 所以大家可以用各自 可以接受的方式 去進行這樣的一套 功德都是一樣的 好 那在這步道上呢 有大概有三個地方 是可以搭纜車的 它那個是在山上 然後是可以搭纜車上去的 那有些纜車往下眺望的景色 都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儘管是一個 堅持要同步的 有一些比如說二十一番的 路的內 二十一跟六十六的那個下山 我們都非常建議給搭纜車下山 因為那個景色真的 七十方多難得一看的地方 那有些地方可以搭船 可以經過 可以通過這樣的一個地方 好 那簡單講 假設今天勇人會有想去的話 我先教大家怎麼樣算一下運算這樣 野宿的人大概可以用一天 三千到五千日幣估計 因為你還是要吃飯 你還是 我剛剛講過那個納金 就在有一個地方用竹印 它是需要錢的 就每桌是三百日幣 最後你可能八十百要乘三百 還是需要花費的 然後假設是杜民宿 杜民宿的人可能是一天要準備一萬塊的 然後乘以你想要的天數 然後還有天路裝備 比如說你要買白衣 你要買建立 你要買金剛杖的那個錢 然後加上你前後的交通費 就可以算出大家的一個預算 好 沒關係 握人 真的有想去的人在握 對 那我們這邊講到了一下 我們在 日版那邊 在電路道上面看到的 這個各個地方的角色 他們如何呈現 好 首先是政府單位 就我們目前的官場 就是日本的政府單位 他們對於四國騙路主要是在於觀光推崩的面向 四國四縣他們都會以騙路當作他們的文化資源 去當作觀光推廣的對象 然後包括像德島 現在他們曾經來台灣 德島的觀光局來台灣 辦這個德島的觀光推廣 然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四國騙路的介紹 他們會準備一個穿好四國騙路道具的一個假人 然後拍照的這種方式 那他們有沒有一些民間單位的支持 像台灣很多會申請經費啊 就是民間單位會申請經費跟政府申請經費去做什麼 這個東西我實在跳不出 因為我不是日本當地的人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但我相信多多少少是有這個部分的 好 那在日本的企業裡面呢 他們經常會以贊助的方式 比如說像德文塔汽車啊 或是上路比啤酒啊 他們都會用各種形式或名模去載住四國騙路 他們有時候會發行一些叫做五酒精飲料 假設你買了這一罐飲料 你就是捐你的一塊錢 就把你捐到四國騙路的 像對你的社團作動裡面 他們的企業經常會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企業呢 也很喜歡今年的員工訓練 就去走四國騙路吧 的這種事情 因為等於說騙路可以磨練他們的心智啊 然後讓他們團線的活動啊 讓他們有一些營隊氣氛的 團隊氣氛啊 他們還蠻多的員工培訓 會在四國騙路上進行 或者是四國當地的企業 他們會做自在活動 就是今天某某銀行 四國在地的銀行 他們就會在某個地方 比如說把一些東西拿到 騙路整大 這也會是企業經常看到 在四國騙路上面的一些流線 在民間組織上 就剛剛講 比如說我介紹的騙路協定會 他們其實就是會是在於 比如說 接待的活動 或者是道標 道路的維護 或者是住宿的休憩空間的打造 像我剛剛講到建小屋的單位 他們其實是有一個叫做 騙路小屋極光 他們要在騙路道上 蓋八十九座小房子 讓騙路者可以晚上陪跑出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或者是做各種資訊整合的一些 媒合 那教育機構呢 四國的大學 他們有一些研究機構 他們就專門在做騙路歷史的研究 然後也會有最新的歷史研究的文章 然後把他打表出來 然後那時候都會上到新的證明 那另外就是中小學 我覺得非常可愛 就是他們中小學的鄉土教育 通常都會來教四國騙路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走到某些山區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那個杜牌 就是小學生畫的 或者是說我們去某一些旅館住宿的時候 會發現說 某一些 他們很多 特別某一個民宿裡面拿的地圖 全是小學生畫的地圖 或是他們會有一些小學生的一些學習報告 他們會介紹 這一條路上面有哪些什麼地方可以吃東西之類的 所以在我們在騙路的過程當中 他們有一些情報項目 都會看到當地一些相處教育的一些資料 那你所以有的時候 或者是小學生他們 他們是會帶他們做一個接待團 然後又會在某一個他們小學的附近 或是用到的附近去做一個活動 就是做一個接待的活動 所以在四國各地 他們其實是一個民間或者是政府的各個角度 他們都會對於騙路上面有所回應 以及讓他們有一些角色可以出現 所以你要到了四國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你就會不斷地會知道 他們這個地方是誰跟騙路有關 然後你可能在路上就會看到 酸白衣的人就是這個騙路者 那可是在這些當地的 他們的企業跟他們的學校裡面 也會不斷地去提起這樣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 那我們現在稍微休息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會不要講到 遍路影響了我們的一些事情 我們要回到集合了 好我們先休息十分鐘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了 好 好 那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到 我其實是一個高低的基隆人 然後順便講 欸大家知道 基隆市中正路有個要塞私勁管理嗎 這是我小時候的家 我小時候就在那裡 然後後來被 後來就是老了又被修起來了 對 好 那講我家的那個地方 讓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說 我從小就是在基隆長大 然後我對於基隆的認識 就是從那個基隆要塞私勁管理 到我那時候是獨特尼幼稚園 就是南海牆裡面的那個幼稚園 然後後來我認識的路就是從那個 要塞私勁管理到中正國小 是讀中正國小 所以我小時候對於基隆的認識 就是我的通學路而已 還有到火車站的路 因為一定要熟悉街上 因為以前都要忘記 所以我也是熟悉那個街上那個地方 然後後來中學 我是念二系 所以我的族的那個人生 就是在小空借到 失去的這個動線上 除此之外 我想說對於西洋 感覺非常好奇 因為基隆人是 你東岸跟西洋的人 除非你有興趣 不能沒有 你的學校在那邊 幹嘛你朋友不上天 你不會去那個地方 因為你的交通動線 不會經過那些地方 所以西洋對我來說 一直是一個神秘的對岸 完全不知道那邊人在幹嘛 然後那邊長怎樣 所有也不知道 因為國中有的時候 小學就是 認真的steach 國中念熱心的時候 就是 也更認真的相學的steach 就是一個 每天就是要上 而且我們想要 國三是要晚自習 到九點多三 都回家這樣子 然後我高中的時候 就要到台北去念書了 然後大學在台北念書 所以我對於基隆的印象 就是停留在 國中畢業的 二星中學的生活之後 然後之後 對於基隆的地圖 完全沒有開展 對於基隆的了解 大概就是 因為我是那時候 念中正國小 而且小時候就是家人 都要富裕小孩的時候 都帶我去中正公園玩 然後還有去忘憂 古巴狗子這樣子 然後對於基隆 其他的地方 我都覺得就是陰真 因為我們小時候 就是會有很多都市傳說 所以我還會說 喔 正正公園那邊有釣死人 這樣子之類的 因為大家沒有聽過這件事情 所以小時候都會覺得 基隆很多地方 就是土土的 然後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然後也沒有什麼厲害的 擺作公司 因為只有國際擺作 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也沒有那種 像台北有兒童樂園 那種有那種 所謂電動 以前和平老公園 有一些電動的遊樂設施 但是都非常勃 沒有辦法做這樣 所以小時候對於基隆的印象 就是停留在 就是 就是不太好玩的感覺 然後 後來 我大概是 大學 高中在台北念書 然後大學 跟研究所在台北念書 然後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還是住在台北 這樣子 然後等到我接下來的工作的時候 我就整個幫我基隆 因為我突然想學基隆 就是可以在基隆 住 然後去台北工作 但是基隆當作是一個旅館一樣 就是往上來睡覺 然後 就去上班 然後跟朋友 就能夠理所當然的約在台北 這樣子 如果台北人 如果有朋友跟我約 我們家就是去玩吧 我們想說 好啊 要去台北的阿里 對 以前都是一個這樣子生活的 但是呢 我去 後來有一次有一個朋友問我說 他到基隆來找我 然後問我說 你覺得基隆人的特色是什麼 然後我就說一句我的名言 就是說 我覺得基隆人很會去台北 因為我們真的很會去台北啊 就是台北 我們今天要去台北的什麼 我們都會知道最快做公車 做巴士的方法 但是很多台北人 或是很多城市的人 要來基隆都說 你要去坐公車喔 沒有我們基隆人 常常都沒有在坐 我們會坐各種客運 到台北的任何地方 會非常方便的 快速的到 直接到哪個地方 所以我就會說 基隆人的技能 就是會去台北 然後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樣對嗎 這是我們基隆人 該有的 就是該有的氣迫嗎 不是 可是那時候呢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只覺得 接完這樣長相 好像不太OK 然後 後來呢 就是我去的四國遍路之後呢 我就想說 因為我去的時候 用比例事情 真的是用腳走過的每個地方 所以我對於四國的 那個地理的位置 非常的清楚 今天電視上 出現任何一個四國地理 我馬上就知道在哪裡 然後馬上可以想像出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氣氛 然後或者是看到書的 裡面的任何一個文字 我會說 哇這個剛好在哪裡 然後沒有問題 我會通到什麼地方 然後還想說 欸那個地方離我那麼遠 可是我對那邊那麼熟 可是基隆 我連周山去都沒去過 這樣對嗎 就覺得 這好像有點對不起 內在的這種相處認同 所以在四國遍路之後呢 我就想說 而且我剛回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是 阿雷明總言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去找新的工作 然後我每天早上就想說 來把那個四國遍路的遊記 整理一下這樣子 而且就是因為 因為我每天都很早起床 所以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就繼續早起 然後早起想 欸我好早就醒了 因為時間十差一個小時 那時候我真的早起床要幹嘛 好吧那不然我來 復習一下中正公園好了 因為我 我現在是復讀在 去中正公園其實就是 就是北邊三州而已 然後那個中正公園 都是那種小時候的一些印象 然後一開始 好像還現在不是中正公園 一開始不是先去跑 那種體育場 因為想說太早起來 沒事了 剛剛去成員堂 然後就去沒有跑步 然後發現說 因為隔壁那個中正公園 我好像有一些印象 就小時候 就是小學的 也不會被帶去 什麼條路 我想說 十八五漢東啊 什麼地方啊 大概都走過 可是路干路之前我臉記不起 接不起啊 因為我的印象有點亂 因為我小時候去了 已經太久時間沒去了 而且小時候都自己幫他們 加了很多鬼故事啊 都想說 這邊還一定是N可怕 會有壞臉感之類的 然後他也想說 不行啊 四國的鬼故事 欸 蘇人我都敢去了 那我為什麼 我家這邊我不去呢 所以那時候早上 也想說 早上天氣這麼好的 又這麼多 因為中正公園 剛剛有去過早上的中正公園嗎 就是早上大概六點的時候 有人在座國民健康潮 在那個公園 那個大幻影像那邊 然後旁邊那個一站公園 大概五點半六點的時候 會有那個卡車上去賣租 魚肉 或者是賣那個刮沙板 阿姨 會喜歡那個遮陽那種之類的 上面非常多人在座院 是非常熱鬧的地方 我也是在那段時間 在繁星自我人生的時候 我就去上面走路 我才發現說 原來基隆是一個 這麼有活力的地方 而且很多小時候 覺得可怕的地方 是一點都不可怕 我就錄了一個 什麼好怕的呢 那所以呢 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想說 四國都敢走了 為什麼基隆不行 所以我就經常就開始在 基隆到處走來走去 這樣子 然後我的人際關係 也開始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基隆的自信感 就開始在膨脹 在這個過程當中 逐漸膨脹 以前啊 就是非剛開始的時候 以前跟台北人朋友 或者是外線人朋友 約見面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欸 我們都會好 就是毫不考慮之前 問說台北哪裡 我們要約在哪個地方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這件事太不對了 是很不對 今天假設 如果說兩個台北人 跟我一個基隆的約 我就想說 那當然就是少數 如果有重播出 這件事情是OK的 今天假設一個台北人 跟一個基隆來約 為什麼我們要直接去台北呢 我合理這次要被搞亂 所以後來那時候 我就會跟朋友說 欸 那我們 你是要來一條 還是我去找你 然後後來 然後我在基隆走了 更熟之後呢 我就想說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開闊台北人的眼界 就是 今天如果要跟我見面 通通來基隆 對 就是通通到來基隆見面 因為我可以帶你去走路 我就去散步嘛 對不對 你可以帶你去看山看海啊 吃東西吃東西 之前 我們先健康的散步一圈 散步完之後再去吃東西 這樣一切多麼的充實 看到了風景 吃到了美食 然後你還健身 你還會胖 那這樣真的好嗎 所以呢 後來我等於是整個 大基隆主義者 就是 我的朋友們幾乎 都被我越來基隆過 而且這樣基隆 還不能夠再靠近聊天 不行 先去走 我們去走一圈再回來 就是可以去做 我覺得其實走路的 也是在基隆上面 大概了解到 其實人在走路的時候 你的大腦其實是一直被施急著的 然後你會一直看到路上的景色 會開始跟自己的內心對話 講師旁邊有個人 你的聊天其實不尷尬 一點都不尷尬 我們自己有很多話題可以講 你們可以有很多的交流 而且兩人都是一個 靈感充滿的狀態 其實那時候會有一些 蠻多有趣的話題 跟你的心情可以被打開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我的很多朋友們都已經 都被我帶去很遠倒走 我就從失去到什麼倒帶 走回來之類的 這樣的形式 然後 因為上次 就是在去年 我是會本書叫做鄭鴻出基隆 然後那時候其實有在講到 對於這種走路的這件事 然後也是因為 其實原本 對我來講 我都是盲目的走 就是我今天好想去走走 看個地方 就走過去再走回來 但是後來為了出書 所以還是要撞裝一下 就是那個 該怎麼走這件事 然後我再也想一下 我通常怎麼建議朋友的 因為通常我們跟朋友相約嘛 就說 那我們就約在 因為假設他們是 做客運來的地方 可能就在廣場這樣子 然後有些可能是大火車 會在民間在路徑 那在海浪工場那種 都會想說 來 我現在你想要去哪裡呢 因為很多人都對基隆很無私 然後我說 你看看左邊 有個K-E-L-U-N-G 就是基隆好萊塢 這個地方 你想去這邊嗎 然後 或者你看 後面有個 就是那個 上高峰的那個 那個 你看那邊有兩個隧道嗎 就去隧道上面 那邊也可以走 或者你看右邊 有沒有看到幻影像 那邊是中正公園 也可以走 你想要去哪裡 就是對於一個 無知的台北人 無知的外地人來講 的時候 我就會幫忙買一個 海洋廣場三選一 那這三個點 就是從 基隆的 就是 海洋廣場 到基隆好萊塢 或者是到石頭裡 泡臺 基隆地條路 就像基隆好萊塢 或者是到中正公園 它直接走的動線 大概就是動力多 秉波兩公里的路線 那如果我們走上去 再走回來 然後在上面倒一下 然後再配合照 什麼之類的 秉波來回駕起來 最多最多五公里的 可是你在這三個點 你可以看到 基隆港的不同的樣貌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 一些大自然 因為他們這些 畢竟都不是真的是 自然故障 他們真的都是 翻熱水路道 可是對於一個 全市人來說 這樣子其實有一個 適當的一個 走路的狀態 然後可以看完一個 城市的景色 然後你還可以 在景色看完之後呢 你可以到路間 去吃個點東西 我就覺得 我就自己想要推 一個造商行程的時候 你今天想要來走啦 如果去推薦大家走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 走遠一點的話 我自己後來通常 也就是發現 後來也是在 寫書的時候 在東部的地圖 抓了一下女生出來 發現說 其實從海洋光場 大概到和平島 大概就是五公里左右 大概四點多 因為海洋走到 目前大概有公里左右 單程 然後我們從 一樣是海洋光場 到那個基隆燈塔 西蘭的基隆燈塔 也大概就是五公里左右 所以其實這個 鐵榜落背 大概就是五公里左右的 這個路線 可是在這個路上怎麼走 其實就是基於各自的 各自的在地熟悉度 因為我畢竟對於東岸 我是在東岸生活的人 所以東岸的很多大小路 我其實是比較熟悉的 所以我可以在 被我的朋友走 各種變化型的路線 也可以讓他們 穿到後面後面再下山 然後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功能 所以就會變成很貼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 我從片路回來之後的一個 獲得 就是做了這樣的一個 城市散步 那這件事情 我到現在 還是沒事我無聊的時候 自己會去走路 或者是有時候想說 我今年比較常坐的就是 大公車 大公車到我們 我不熟悉的區域的 最後一站 然後從那個地方再走 之類的 所以我也還蠻常從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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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沒有程度 真的 還不知道 有些單程還不到10公里 但是 因為我現在已經是一個 騙路化的這個 底層數的通常 可是大家只是想 其實10公里 你們就兩個多小時的 的時間而已 他真的其實沒有那麼 有一些走平路的畫畫 其實時間上這個 來學習 還沒有那麼久 好 可是呢 我覺得基隆最厲害的事情就是 基隆他真的是可以做成 一個步道程式 怎麼說好呢 基隆我們是有山區步道 有河邊步道 有海邊步道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基隆最大的特色 而且基隆的特色就是 這個城市真的太小了 真的 好 因為我後來也是因為 開始認識熟悉基隆這個城市之後 我開始去 經常拿過的地圖去聊 從這裡到這裡要多遠 從這邊到這邊要多遠 所以他一旦才發現 其實 東西可能也才不到 就是20公里 然後左右也是大概10公里 所以他實際上真的 整個 你真的要走完一圈 你真的沒有很久 我最近是 呃 前幾個月還沒有 這個很熟透 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們對於那個 402公車 鎖那裡的永恆還不太熟 但是一次要從那個 呃 無獨走回來突然有跑 我還沒有想到走那麼遠 所以我那時候是先走來 復活中走回來 其實也沒有 很多人都可以完全從那個 七谷那邊的河邊步道 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濕 你可以看很多水 很多水 水邊的那個生態 好 山區步道的話 因為大家在周末步道 可以有更多的學習 那我的程度 我的程度非常的差 是我大概去走一個 洪湞山大 越來越山的這個 這個程度 那因為我們家就住在 河湞山 所以就是 洪湞山對我們 對我們家來講 基本上就是一個 想要去山上走一種的話 我們就會想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常常會從 洪湞山之間到 我們是那邊想來的樣子 就是大概有一個 一個山上一山 可以感覺到 洪湞山大自然的 那個狀態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它是一個 它可以走的地方 其實有非常多的一個路線 那河邊步道的話 其實這種河田兩河 它都有非常完善的 步道的路線 給大家去走 在那邊其實 在休閒上其實蠻好的 那海邊步道的話 其實萬一路線 大家應該都去過吧 就是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 海邊的路 那巴陸子的話 其實是我們個人 非常期待走的地方 可能就是從 大陸海外 一直一直走到 河湞山 那我們剛剛講的 片湖山那麼多 跟其他有什麼關係呢 好 居然還是有人也關係的 那 那我就是後來在 對於片湖非常有興趣 其實我對於片湖的 深刻的感情 是片湖後之後 因為第一次去片湖的時候 其實都是 因為之前資料實在太少了 所以我那時候 就是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回來的時候 再找了更多更多的資料 去了解 聽到是什麼 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這一套巡擬系統 是有在台灣 台灣其實是有這樣的 日本的巡擬系統 是有這樣的方式 而且我們基隆也就有 那 這邊簡單性跟大家講一下世界 各地的宗教草聖 其實世界各地的宗教 大的宗教其實都有他們的草聖道 那以亞洲文化來說 佛教道教 日本神道教其實都有 他們降臨的一個草聖道 那 印度的話就有四大聖地 那 漢傳佛教的大陸會有 那個四大佛教的菩薩的道場 那也 漢傳佛教的大陸會有 就雖然大陸其實 滿佛教的 蠻多的 可是那這個四大道場 還是有被保存 城觀光區 現在是在收錢的 然後是在這裡 那道傳佛教 也可以當佛教的一些聖地 那日本最有名的佛教的朝聖道 就是我剛剛介紹的 四國八十堂 跟西國三十堂 西國三十堂 我們會再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是一個歷史 離四國平均 但稍微再長一點的 但是它現在的圖屋系統 沒有像四國平均這麼的完善 所以當佛教的 兩個社區朝聖 是現代日本人 會以搭 搭說一隻家 或旅行團 的方式為例 好 那像 週月比道 或者是新市 第一師常來 都是他們常見的一種 朝聖的道士 好 那這組教一組 就是基督教的 朝聖系統 有聽過嗎 就是希臘的卡冰隆 是最有名的一個朝聖的方式 那回教這邊 也會有 有各種的朝聖的方式 那這邊 這邊有介紹到 就是這個 像 聖地雅各式卡冰隆的這個 朝聖道 或者是像 呃 紀伊山都一樣 就是高野山 那邊的一個朝聖道 那這邊有名的就是 四國八十堂 十堂 四國八十堂 那我剛才一開始有講過的 這個 就是它關於朝聖的 系統的事情 像我們剛才到 卡冰隆跟從元祖道 他們都是單一的目標 就是 我現在只要走到 卡冰隆的朝聖 就 就是到那個地方 然後從元祖道 就選擇那就是 我現在只要到從元三三 這個地方 好 我就已經完成了 因為他們只有單一的目的地 好 那另外呢 我剛才講到的 西國三十堂跟四國八十堂 四國八十堂 他們就是一個 群體型的系統 它不是只到一個地方 它其實有多個目的地 那西國三十堂的話 它其實是你的 觀音信仰會 那我再講一下 那四國八十堂 是我剛介紹的 而且當我看到四國八十堂 它的最大的特色是 它是剛好走一圈 一整圈 西國三十堂其實反過整個圈 可是四國八十堂 是剛好一圈可以走完 那在我剛才也沒有講 所以四國八十堂 很多人 它是從1988之後 它會再走五一 這樣剛好連成一個圈 或者是說到八十堂就結束 也可以 所以在任務道上 它其實有很多的走法 有限 但是後來蠻多台灣的朋友 他們也會先關注 他們可能走完八十堂 會再走一圈 因為看到這個線 跟它連成一圈 那這也是八十堂的 因為它一直在 等於算是全球唯一的 一個很大的特色 它是一個完整的 一個圈狀的 一個很高的移行 那我這邊介紹一下西國三十堂 是因為代表 它跟台灣只有一個 很大的關係的 那西國三十堂呢 從西國三十堂 開始到現在 所以它是在認為 是有1300年歷史的一個巡迷道 那它的性感是 萬一無殺性的 所以西國三十堂的 西國三十堂的 朝拜的都是萬一無殺 然後這兩套系 就是西國三十堂 跟四國八十堂 都是日本在 在他們中古時代的時候 有型的一個村民 你們說 欸你們聽得到聲音嗎 可以嗎 都是他們那時候 非常有型的 一種朝聖的文化 從小當地的庶民 可以因為他們朝聖的領土 他們可以去辦的 像是一個朝聖的 簽證的 PASS的部分 然後可以到 這些地方去做的 殘忍法 好 那可是啊 大家要想說 在日本啊 假設我今天住在 江戶 好像我住在東京好了 我要去四國 很遠欸 對不對 就是我要走這樣 我要先走很常一常的路 然後先到了 先到可以過海 然後再到四國 我現在希望這樣 花非常久的時間 才能到四國那塊土地去 開始朝聖 對很多人來講 他可能 對他來講 去朝聖真的太麻煩了 可是我如果非常的堅信 波海大師 我不是非常的堅信 關於武藏 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在四國 有了特殊文化之後呢 開始會有一個叫做 複製臨場的機制 就是會在我們當地 這一區 我們蠻多都是正面中的信徒的 那我們來做一個 可以參拜 就是 波海大師的一個臨場 然後可能就會複製了 四國八十八的 做市的市民 或者是 或者是他們的 就是 他們的 做聖的比較實實 然後也看當地的一個 這個地方隱藏的規格 有些地方只是一個 一個村鎮 這一區域的人 一個很大區域的人 他們都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可能會 是一個 佛寺佛寺佛寺 就是有另外一個 八十八的佛寺 但是在一個小區域 做成一個地方隱藏 那有些地方呢 他可能 沒有那麼大的規模 那我們就做成 十佛好了 他們就做成八十八 十佛 或三十三 就是十佛 然後去做這樣的 平次隱藏 然後有些地方呢 那很小 可能就是一座市 我就說市國想要發新做這件事 可是我 因為一看座市 我要雕刻 也要買食材 要有發新 其他都是錢嘛 那或者會 這些人會說 那沒關係我去市國一趟的時候 我就去市國的八十八 都不是哪個地方 挖一點土回來 這樣我們也可以做一個 複製的林場 所以我們就是各地方 挖一些土回來 然後放在一個沙袋裡面 然後讓你摸一圈 就把土走過了八十八的林場 就在很多地方他們會有各自大系統 或小的複製林場 這樣的概念 讓遠在某處的人 他的信仰很堅定的話 他可以在當地 就有一個可以朝辦朝聖的地方 那這套系統呢 在一次升級的時候呢 就會帶到台灣來 那在台灣呢 也開始會有了 台灣的三十三 跟台灣的八十八 那一開始呢 是八九五的時候呢 他的農在 是草洞中的這個狀態 在台灣的農產市呢 社會的護教堂 然後日本那時候 有八中十四派的 各種不同的活教關係 來到台灣來 然後 然後開始呢 終於開始在三種的城市 開始有他們各自的 複製林場的系統 所以呢 台灣有台灣整套的 三十三 五萬多林場是博士 包括我們的林田禪市 就是台灣的 三十三裡面第三班的博士 因為這個三十三的 其實是從台北市 然後西北市 然後基隆 然後台中 高雄 台南 這幾個縣市 創圓起來的博士 然後這個大家可以 在文字擺平上 可以查到文字的一個名單 好 那在台北呢 也有西國三十三林場 在哪裡 在關羽山 公路的關羽山上 然後那個西國三十三林場 他們是用十國的機制 然後是在沿著山下 沿著山路上 有三十三更十國的形式 的一個林場 那台北呢 也有四國八十大林場 的十國 第一番 第二番 在西門町的天后宮 然後下次如果有機會 到西門町天后宮的時候 進去天后宮 發現右手間 上面有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 參拜的台 公 那是通漢大師 那現在蠻多台灣的騙路者 他們在開始去騙路之前 他們會習慣先到西門町 西門町天后宮去參拜 跟主管講師說 欸 當時我要去 我是十月十月 我要去騙路者 希望你都知道 所以在台灣的我們騙路者 甚至我們的朋友 我們也會在那個地方 做一些 大師鄉秘的法座 之前也有四國騙路道的 臨場的住持 到台灣人 到那個地方去做法會 其實有蠻多的文化 到我們的部分 對 那在基隆呢 我們的基隆 也有西國三十三的 觀音臨場 師傅 那大家可以 跟他在 然後 我們剛剛 有去過花蓮的慶修院嗎 慶修院 慶修院就是 花蓮的四國八十八的 複製營場 那邊有八十八做師國 然後也有 現在的 四國的住持 有到那邊去做法會 然後跟四國 跟慶修院 其實活動非常的良好 然後慶修院 現在的主持者 也對四國騙路 也算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那邊其實 也可以看到 四國騙路的 裝備 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邊 也有讓大家緊張 就是現在那個師傅 我也可以進去 不敢進場 就是那個 尤其是大家到時候 在這邊可以 多一點點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回到 基隆的複製營場了 好 那我那時候就是 開始的時候 去找這個 篇路的資料的時候 我就有一次不小心 讀到了一本 林辰偉老師的書 他就是在講 台灣的複製營場 這件事情 然後我才知道說 基隆也有複製營場 而且基隆的這三根石頭 就在我家附近 他講說我家就在 這三根石頭 這三根石頭是在 小小的石頭 他其實就在我家 真的是幾乎就是一個 對面的狀態 我在不石頭 這麼近的距離 我大概是 遍路過之後 過了四五年 才知道 原來 原來我們在這裏 基隆的這一套 西國三十三的這個系統 也是從我們林泉採釋 就是三三邊北部的 三三道林泉採釋 從這邊採釋 然後他是在 二十世紀的年之後 1905年 1906的時候 創立的 然後基隆的西國三十三的 十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徵 為什麼呢 是因為現在有幾根不見的 未來他現在在做 各種踏查的時候 不一定有機會 可以把那門給找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真的不知道 那十幾根石頭 那這什麼的樣子呢 他大概就是 呃 九十到九十五公分高 然後他的這個 佛像的光背 是一個長型的 大概他會是什麼樣子的 然後 他的下面呢 就是這個下面 第一次他 會寫字 他會寫第一請翻 什麼什麼字 然後 那下面會寫 他的翻數跟四名 沒有人尊的 比如說他是什麼什麼 佛像會寫到這樣的字 那這個是在林崇老師的書上面 他有寫的 畫的這個地圖 他把每一般的位子都已經 大概他能夠找得到的 這個地圖的 都有在標材上面 他有一些找不到 好 那西國三十三的 基隆的部分 大概是從1928年正式成立 然後他是從九寶市開始的 九寶市就是現在二分局 中本 一二路二分局 舊二分局的那個地方 他以前是 一個真正時代的四月 叫九寶市 算是當時基隆非常 就是上山頭附近 就是非常穩定的一個 一個國際 那他從那個地方 開始之後 大概是一個巡遊式的林場 他不是一座山 沿著山走的 不是 他是得不是巡遊基隆的這個地方 有點像是西國三十三 真的就像西國三十三 像是各個點 二個點不算是 你不是一次爬一座山就完成 你是要去基隆的這個地方 朝拜才能夠收集到這三十三 然後他從九寶市開始 然後再林權禪室 滿院 現在應該一三十三 都還在林權禪室 到時候大家如果有機會 不但我會再舉薦獎 他未來大家在基隆 就是山步啊 践行啊 踏踏的時候 可以再去群找這些食魚 我們一下 那基隆呢 不但我講 然後西國三十三 他就不是集中在一個食魚 他是一個分散的一個林場 那在天的時候 大概是幾公里 所以大概是要躲兩天的時間 可以全部完成的 然後因為 這件食物呢 不是 這些是 這些食物不是 通通一個人 幹的 而是多位發行者 他們各自找人去 去 去 去刻畫的食物 除非食物的樣子 待會大家可以看到 更多的照片 會發現 基隆三十三的食物 給你鑽佛像的樣子 大小的差不多 可是樣子可能很有差 有些是黑色的 有些是青森的 有些就是食物 無數的樣子 那他的實際上呢 參拜就是 開始有這樣的信仰的時間 大概是 等於九三的年代到是 1945年左右 由於是 日本人離開之後就結束了 所以他的整個時間 大概才十幾年以後 二十年不到的時間 所以那基隆其實並沒有 讓很多的 和台灣人 能夠認識到這樣的系統 所以很多的狀況就是 當日本一走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包括我後來就是有去過的 有一些其中的一些活動室 因為有些是收藏在 世人的寺院裡面 那些寺院的管理人 他們其實也搞不太清楚 這是什麼 你就說 好像是日本留下來的 好像要來看看 所以他留到為什麼 會有這些 這些寺的原因 其實當然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人會變成說 大家因為現在 也不知道這個歷史 所以可能就是想說 這個寺佛在這邊好像 有點擋到他們的威光 這樣我就看到你一定 跑到再去 然後有些人 他們對於這個寺佛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也可能是在這個過程當中的寺佛 其實就是已經遺失了 那後來就是 就是人離開之後 林選坦是有協助這些寺佛的善後 然後有把其中的一些寺佛 是在他們知道的情況下 你到底的地方去 包括九寶寺的 那裡 主要現在在寺佛 就是第一番 第二番寺現在在寺佛的寺院 其實跟林選坦是有關的寺佛 他也過去的 那其他的 後續的變動的話 就會有很多的超越 好 那大家這邊可以看一下 就是 你看這兩個寺佛都長得不太一樣 有些真的就是 就是比較深 就是真的很黑 然後有些就是 這樣的樣子都不太一樣 那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蠻多 離我們這邊都不太遠的 那這個第26層的 愛九路的龍山宮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 有點傷心 它這就是在破反部的下面 就是大家看 就是長破反部的下面 然後那是它的 它整個湖沙巷是一個精神的狀態 然後後來 過一段時間前 但是有沒有問我 他有到哪個地方去 因為它原本就是一個 原廟都在領旅的狀態 一個路邊的小金子而已 那第29番 月梅露池金思琦 就在附近而已 它其實是一個私人的 私人的 有點像是 私人的販賣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那個住持也非常的 歡迎我們去那邊參拜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去 裡面帶了 然後11番 12番在中山一路的千佛寺 那千佛寺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私人的私人 然後它是 有一位遺孤在那邊 外面的 那通常要在它 人在的時候 它才會開門讓你進去 那它們是一個 開放的一個空間 這樣子 那第三十三番 就在林圈產室的 舊墊著者 那這個就是一個 完全開放的狀況 就是大家去林圈產室 的時候可以去 可以去找到 這位師傅 可以參拜一下 那第九番 第十番呢 就在我們有名的仙道 它有被換過位子 它有名有一陣子 放在外面的 然後有的人現在又在洞裡面 它那個位子有被動過 那它就是一個 比較開放式 一般的 道線洞的話 是可以去參拜到的 的師傅 然後第十三番 第三十番呢 再把王明寺 拉造王明寺 南東路那邊的 佛寺的那個 後面的網邊浮動的一個 路向 它不是在正面附近 它在王明寺的一個 旁邊 往其他地方的一個 小路 清台還滿多的 所以它每一個 現在還能夠看到的師傅 的狀態 跟他們能不能被 能不能被輕易的看到 參拜到的狀況 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件事情也是 我後來知道這個 的部分之後 在每次選擇 尤其在系統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講的時候 都會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越多人知道 這件事情才會被注意 才會有更多 被改變或被保護的可能 好 那這邊有大概列出來 大家不用 像不太容易 因為這個VT 到時候可以訓給大家 然後大家可以到時候 看到比較過的一些細節 好 今天講到 第1番跟第2番 原本都是在九寶寺 就是二分局的那個地方 現在他們都被提到系指的 那大家如果去系指的話 也是可以特別留意 第3番的話 就在我們的極樂寺 新二路極樂寺 就是國豐山極樂寺的門口 它就在路邊 就有石火 就有石火 大家如果有經過的話 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好 那第4番第5番 第8番就是國家鄰居 就是那個燕寺 它是三根石火 它就是在 是一進去 應該路邊經過 你就會看到了三根石火 那以後有路過的地方 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然後第6番的是 那個二分局 有慈安宮後面 然後第7番的話 它原本是在 二薩灣九登山故島 現在移到了那個浩天塔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一個 那我可能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去找那個石火的時候 比較有點可憐 因為那後面講 整個是閉鎖狀態 然後充滿了蜘蛛絲 然後黑暗暗的樣子 然後很想看到大家 然後其他的陸續有 這邊有列了一下這個地方 在三根那邊也有蠻多 尊負石火在那裡 然後呢 現在呢 現在有缺的就是 16、24、27、28 但是這幾個石火 是現在還沒有人能夠找到它的位置的 那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後來有相關的人在做研究 所以我也會把它輸入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 更多的話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相關的路由的研究 那這個大家看到中間這一張 就是那個字幕式的鐵門 它就是我剛剛講的浩天塔的那個 那一頓石火 真的就是一個 就是非常氣憔的一個狀態 可是旁邊這一個呢 第21班的石風大決士 你看它在超大決士的官民庭上 它是一個整個精神 要有自己的官民庭 一個漂亮的石火 就是一樣的石火 完善的命運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有的就是 被一個字幕式包圍 然後就自己的房子 可以坐好漂亮 然後大家任何人都可以參拜它 但是第7番的石火 就是被關在一個冷冷的地方 然後有些人會放進去 那因為那個 之前在看這樣的石火路線的時候 因為其實在日本這個群體系統來講 它沒有強制說 你一定要按照順序去走 因為它有些順序 是有各種原因定下來的 所以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到之前的 挺好的這個 臨場的順序不見的統一 所以我後來有自己想一下 假設現在可以找到的石火 我們一定要讓它走一圈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走 那它又不可以是 從先動開始走起 然後經過中山路的想法 之後到石方大學 其實剛好也是藉由 我們在整個 祝你們的佛寺的巡禮 然後之後 可以到那個 有山坑的地方 起到的都是四人石雲 通常都是要按電點 要融載的就是很近距的 然後會到老闆寺 之後呢 透過洪丹山 然後經過洪丹山 越莓山的 大陸全場市民 這邊 然後是等於是 最後的幾座蒼賴完之後呢 然後到了寧月寺 其實寧月寺也是在這個附近的位置 然後到復興街 然後到隆屋傳路 然後到信樂路 然後再到二分局 然後再穿過風箏多點之後 到七航的風人街 以及最後整個職場市 剛好是可以從西岸到東方 走一圈 一圈 就是走完參拜完 但是前幾次 那些四人事業 要能夠開啟來搭產的區 因為很多四人事業 可能是要輪站 讓頭一輪進 雙人事業平常是門禁的 那這些公開事業的話 他們就是可以讓大家自己參拜 所以大概可以確實到 基隆也是有這樣的一個虛擬路線 那我那時候在 騙了完之後 發現基隆也有這樣調路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很感動的 因為想說 原來我去做了一件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去做的事情之後 發現原來我家 有一個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跟那種互相的感應對照 就覺得真的蠻有趣的 好 那今天大概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些相關的書 第一本其實是我自己選的 就是我那時候第一次去四國片路來的時候 我是09年去的 但是我輸是2014年出的 那其實在這09年到現在 片路對我來講 變成是一個人生的興趣 就是我對於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陪伴著大家 對於片路有興趣這件事 還蠻一直在於零當中 所以大家如果對於四國片路有更多興趣的話 可以搜尋點書上 有一個叫做四國片路同學會的地方 那時候幕後主持人就是我這樣子 那我大概持續會在米州 會在那邊做各種四國相關 片路相關的各種情報的介紹 所以任何一個人 對於四國片路有一些 出發心的狀態的話 大家可以去訂閱那個 臉書粉絲團 然後陸陸續續 可以接收到相關的訊息 那假設有零件想去 有任何問題的話 然後大家可以在那個 私訊 四國片路同學會 大家可以找到 然後也是因為片路的關係 我後來開始對於基隆 對我對於基隆的不瞭解而深刻反省 然後開始到處走路之後 然後也後來因為我的舊家 被重新整修了 然後我就寫了這本 就是真好讀基隆的書 其實舊裡面就有寫到 我剛才住在舊家室的 那舊家的那個 住在日式房子的一些情況 然後還有在基隆到處走路 包括剛剛介紹的那個西國33 這個部分也在這個書上面有寫 那林辰文老師的 宗教造型與魚族傳承 就是我剛剛大家 你們看到那些 父子林場的地圖 他這本書裡面包講的 除了不只只有 包括台北的 台灣的 然後宜蘭的 新竹的 然後高雄的 中南部的 他都有介紹 比如說台灣整個 父子林場的體系 就是林辰文老師 他們當年在做研究的時候 他們有去哪個城市去做考上 然後也發現了 每個城市的實國 性的狀況 真的就是太一樣 像我剛剛講過基隆是一個尋覓路線的 但是像台北的 觀音山跟新竹的十八間山 他們根本就是一座山 然後你去走上去 然後就給你去參加這個路線 所以他們的整個構成 跟八星者他們當初的 提供的資源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但我們在這個地方 也能夠 遊傳下來的遺跡 也是希望大家能夠 有這個實國的遺跡 也希望大家能夠 知道這樣的歷史 然後陸續的把它傳承下去 然後日後 有機會在山上看到實國的時候 希望你能夠把它 再待會遠近 讓大家能夠知道它 那接下來就要介紹了 葉宇文的這本書 其實對於後來 我們先把基隆的福祉領場 算是現在全台灣 也做最深刻的一本書 那如果大家對於 基隆福祉領場的歷史文革 然後每個當時 誰做了什麼事情 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找到這本書來看 他寫了一樣的仔細 然後也可以講過到目前 大家對於實國 竟有實國的了解 那另外一個 從侯法師到天后宮 他其實介紹的 會是台北的 台北的四國八十八的 實國系統 現在的一個狀況 那也是把這個歷史做得非常強勢 那也等於說 現在滿多的 台灣的在地人就 其實已經有把這樣的實國的信仰 去把它結合起來 那也正會是當年 日資時代的時候 當年的一個朝鮮的動線 然後現在的 在台北的那個 寧朝七主要 這首西門町開始 然後沿著 等於是中山北的那個方向 一直往陽明山去 所以滿多的那個實國 或是在陽明山的 跟天后一代的那個 閃上的路線 可以找到 找得到 好 那我今天實際上還有一些 然後呢 我這邊大概有一些 延伸的思考跟 作業 拿出作業 好不妙喔 那我剛其實有看到了 就是片陸為什麼能夠保存 資金的 這個不推啊 這是我們今天在討論 他們說片陸跟 出資林長的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再做一些 延伸的思考 那片陸 假設我們要在基隆 就在任何個地方 去打仗一條 自己的誤道 然後這個誤道要能夠延續的話 我們可能要關注到的事情 是什麼 那如果以片陸當地子的話 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 以片陸當地子的話 可能他的核心精神 就會是酷海大師的信仰 但現在吸引大家 去見陸的這件事情 有可能是片陸道 延伸了世道場的這個概念 因為大家會覺得這個概念 可能對自己的人生 是有幫助的 有可能是接待 也就是當地人 不斷的再去孕育 這個接待人性的信仰 只是對外地人來講 他會覺得在這個地方 是非自主的 然後因為當時那個 四國片陸的第二次 他還沒從來台灣 他就說片陸道是一個 你只是去那邊走路 就被人家感謝的 奇怪的狀況 就說哇 這誰講這句話可以嗎 他覺得片陸就是一個 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只是去那邊走路 然後大家會感謝你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要被感謝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就可以 就人跟古上均一做區分 人核心脆光者是誰 群眾是如何支持 然後大眾媒體會如何宣傳 那這個角色又是什麼 然後地方團體的角色是什麼 其實在步道上 其實都會有一個 相應的狀況去做對照 那也在於 比方我們未來 或是任何的步道推廣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用這些 這些東西去檢視說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 顧及到這些事情 都在這個地方沒有角色 有角色然後能被維持住 這樣的東西 可能會被傳承下去 那路的話 就牽扯到內部大陸是如何 歸入的 比如說在過程的步道 行動醫師就是 這個步道的內部 他們是怎麼去 可能會有些實際上 一些操控委員工 也是要怎麼跟整個 整個程度都會怎麼知道 那另外就是 外部的交通要怎麼支持 就是你要有一個 到那個步道 大家要有的那個 有這個訊息 有這個交通方式 然後你都到這個地方 才能夠進行 這個逐步的動線 的一個支持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件事 要如何被傳承下去 就是因為基隆 我們自己是開心的做 再做一個人 然後做完然後呢 那這些事情 我就想到說 其實基隆在這幾年 有蠻多的經驗館 在做各種道路型的討論 或是道路的串連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有時候去分享 西國33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說 我們可以來做啊 我們可以來做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就會想到 一些實際上面的困難 今天假設政府的 其實他們有去支持這件事情 因為這幾年其實讓 遇到蠻多溝通的視頻說 那些私人私怨 他們願不願意開放 那願意開放 那有時候也不說 我沒有不願意喔 只是我就是只有我一個人啊 那你要我隨時開放 要隨時讓你蓋你長 這樣我沒有空 我要去禮服啊 去買菜 然後去共服 去共服 這是我平常要做的事情 那這時候你就變成說 那我需要更多的資源 假設要讓你做事 啊 14小時 那可能讓你在所謂的 開放時間 有人去照顧 那是不是要有多餘的人力 多的人力可以拿去用 那我最近做事沒有人力啊 那這個時候 該怎麼去協調這個中間的資源 跟其他的各種問題 他就會變成是一個大的共識 如何凝聚 可能這件事情很多支持下去 而且重點是 如何讓這個問題可以一直 這個問題可以 一代一代一代 一代一代一起去 遇到一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到什麼地址 就是 其實當初呢 我家就是比較 我的舊家 剛才4月1年的時候 被修復的時候 嗯 之前的 嗯 之前的 之前的 之前在生長期 他們也是非常支持 就是大力士現場的這個計畫 然後剛才4月1年 也算是大力士現場的計畫 也因為這個名牧 其實是可以讓 然後直接修建起來 那以我們家的態度來說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完全 發展一個地方了 那時候我們還可以知道 後一個房子 他沒有人住的時候 他會很快不快流 那今天你修建好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百分之百的支持 可是我們更看重的是 未來 要怎麼去營運這個房間 因為那邊很多人 那房子一定要住 再過一陣子 我假設你有一次 比較強烈 比如說 有什麼可能的破壞之後 某一房子都會繼續壞掉 那現在 呃 市長換人了 新的團隊 要怎麼去維持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能不能夠傳承 儘管是一個 就是花很多錢 一個大家都知道的 那麼多廣告 那麼多活動 去朋友的一個房子 都會有可能是這樣 任何況是一個小寺院 有沒有開放這件事情 他就會是正常被傳承下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 嗯 我其實對於這件事情 它是說我們很樂意吧 可是 它確實是 些需要被討論解決的問題 也因為這樣 我會覺得為什麼 我沒有看過很厲害 是因為它會如何都構成 八四八的寺院 他們同時 願意做這件事情 他們難道有人說 我不想進行 我不想進行這件事 我就會痛麻煩了 為什麼每天都要一直開明 每天都要開明 天天的早上 七點到下午一點 它是一樣有在那個地方的 那表現這件事情 這樣一直隱約下去 是有一個 它必然的一些條件 在那個地方 那這件事情如何成為 一個大家的共識 讓它繼續隱約下去 我覺得它就會是一個 一個 等於是不是一群人 不是一個實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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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公司 這樣做這件事 但是你一句共識 是不要互 因為你不要互 因為你不要互 因為你沒有公眾 你不會成為一個共識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知道大家 群體的夢想 未來會是什麼 可以吵那個夢想 那也是大家可以一起 在做任何的經營思考 或者是說 未來對於 民調部的創造 規劃的時候 大家可以思考到這個問題 再來呢 作業子來了 作業子 我就想說 非常的輕鬆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 空海大師 他就是一個人啊 你也是一個人 我也是一個人 我廟宿人家 就是他可以變成一個傳奇 我也可以變成一個傳奇 不然廟宿人家 這件事情就是大家要有 絕對什麼事情 那所以呢 我的高科的就是說 請揮發一條 屬於你自己的徒步道 他的理由 可以是任何事 他就是跟你有關的徒步道 然後可以是在信任 工作學習 修心經濟 更能懂話 然後他至少要15公里 然後這條路上呢 會有哪些停留點 或者是景點 或者是你特殊意義的部門 那我自己 以我自己舉例好 假設我的五公里路線 就是我經常跟我朋友們走的 這樣如果 從市區走到何明島 那這個當中呢 我會跟他們 因為每次就是 我就跟他們 邊走邊聊天嘛 然後我就會 走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會跟他們說 這是 對我來講 那就是我的 中小學同學之路 因為從那個地方呢 然後現在當然 走到我的國小 然後就 所以我就不斷地開掉 然後就要彎到山沙彎進去 然後我跟妳講 這是我的國小 然後我小時候在那邊 然後我剛好 然後呢 接下來從國小呢 從我的國小到那個 呃 我 我舅家的地方呢 就是 他完全就會是我的小學同學的 那個路段 然後我在那個路段的時候 就會跟我的同學 都跟朋友們講 小時候遇到的各種 就是事情 包括說 我在海門天遣父親中 我看過 然後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他的拖車上面 拖了一大隻 穿三甲 這件事情 就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做一個 這樣講 我覺得現在我小時候 就覺得有一個很常見的 印象到現在 然後還有小時候 我們在上學的時候呢 在某一個 不然他會給我弄一隻 狗跟著我 就是 陪我一起走路 的那種 莫名其妙的一些故事 但是在這個聊天的過程 就是一些小事 是會覺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過了 快到我住家的時候 對面是那個 霸國公屋 就是青霸公屋 那個地方 然後因為我小的時候 就會開在我們家的那個 楊牌圈 看著對面 因為他說那邊 都是買帳的 都是法國人嘛 所以我小時候就有願望說 如果我多跟他們講話 他不一定會學會霸文 但是沒有什麼意思 就是 我小時候 我兒童的幻想 因為我 我在小的時候 家人就有說 那邊那時候住的 都是法國人 然後我說他們在講什麼話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是以為我跟他們講話 講久久了 就是小遊律城的一個狀況 然後那個路的話 其實是東正路 他車行非常快的地方 所以他在物理上面 其實是一個 能力出車禍的地方 那是在我們 那附近的街區 的兒童 就會有一個傳說 那個地方就是會有 就是一個什麼 什麼 櫻桿路吧 重圍之路之類的 因為那個地方很沒出錯 其實不是因為有 真的有 放有鬼出來下 不是因為這樣 其實那邊單車子之路上 他們覺得車子不太快 所以這話 實力不特別 是那個時候 是我們住在這個地方 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然後再往前走 我回到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讀的 我小時候讀的 我小時候讀的 亨利有資源 然後我出生的地方 是在神旁邊的聖母醫院 這樣子 那因為我小時候呢 旁邊還有一家小的診所 然後我小時候就是 一開始喝奶的時候 然後就沒出生多久 所以我爸就是抱著 費分當那個診所 然後幫我派 就是有那個醫生幫我派一杯 然後沒有奶酷出來之後 那個醫生 後來就是變成比較多針 他後來就說 我們是你的救命 人家所所之類的 就是父子類的一些 無藥的小事 對 然後我就一直走到 二星中學的三校 然後最後再走到 那找合理表的時候呢 那我最喜歡我跟你們講的 是自己跟我說 欸大家 各位朋友們 就是 台灣有個地方 可以讓你走路離開台灣 到一多路 所以我帶你離開台灣一下吧 所以我們就帶你 帶你離開台灣一下的這個 莫名其妙的理由 你來到了我們的中聯合平黨 對 通常我會帶他們 最近的話我會帶你去 市場上遊兵 或者是 如果台洛出地的人 你就當然到合平黨後面去走走 就是我 我自己的身份 就是我的武功禮之路 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而是說 你真的就是用腳走 然後你可以組織一條 屬於你的路線 你可以用你的故事 你可以 真的就是甚至一個無聊天 我就是從我家 從我家到我上海那邊 都在無工禮室走進去 假設我走進去 我中間可以串理哪些事情 大家可以自由的發揮 就是你的 你自己的一條路 然後 有機會的話呢 你可以你的路分享給別人 然後甚至等一下去走一下 然後 也會創掉那個傳奇 因為 後來未來呢 你的朋友們對你的印象 就說 我是不是應該走那條路 欸我原來很有趣 我去吃什麼也很好吃 之類的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是因為我的朋友們 大概已經會對於 至少如果帶他們去的 和民黨那條路 他們已經開始 有很多印象 對我的印象 就會有這些 這些事情 然後就是人跟人 人跟人之間的歷史 我們其實都在創造一死人一死 然後我們在人跟天 一死一核 先不從的變化發展 也是人生生不足的 一點小浪漫 那這個東西 相信會讓大家 就是太困難一些 那要用任何方式 把它完成 都不要 看畫得也可以 看照也可以 然後弄顯得也可以 但是不用變老 沒關係 就都可以 的一個作業 就做掉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還有一些時間 那如果趕快遇到大家 對篇錄或者是 對西柏33點 都有一些問題 或有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這樣就可以 大家可以提出來 那如果大家對於 篇錄有一些興趣 會來收集 篇錄什麼的話 會的私訊都可以看到我們 那謝謝大家